第2841章 最强之敌 轮回主宰 是我葛家葛祖 拜见主宰 百万弟子文言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 甚至不敢置信 这一位 竟然是轮回圣誉的葛祖 轮回主宰 葛修竹 主宰 一直都是修士心中最高目标 此刻见到真人 一个个都激动攻身下拜 葛家的分支弟子们更是一个个都跪在地上 大呼拜见主宰 这就是他们葛家弟子 所有人轮回血脉的来源啊 葛家弟子们都见过葛祖雕像 供奉的神像 然而此刻真人突然出现在面前他们刚才一时间都没有想起来 轮回主宰 洛主的大哥妈 木峰望着这道巨大这天身影 也默默拜身一礼 而葛祖的目光竟然有意无意地望向了木峰这里一眼 嘴角隐含一抹笑意 此戒 明轮回戒 在这里 时间定格 你们将遇见你们人生中最强 也是最大的一个对手 葛修竹的声音响彻所有人耳边 也就是这一关 将选拔出前五千人 小家伙们 好好珍惜这一次机缘吧 度过这一关 你们都将打破自己的界限 超脱本我 黄黄天威回荡天地 随后 天地间涌动起了恐怖的轮回之力 化为了一个巨大的轮回漩涡 直接将所有人吞噬入了轮回漩涡之中 数百万人 瞬间消失不见 似乎堕落入了一个一空间之中 苍茫天地间一片荒野 天地间一片寂静 没有任何生灵 只有风 树 山川河流 天空是一片的黑白之色 木峰身躯凝现 疑惑地望向周围天地 怎么不见其他人 整个天地间 似乎都只有自己 一片寂静 突然 一道黑白色的轮回漩涡之中 一道身影缓缓走了出来 望向木峰 木峰瞪大眼睛 即便是他的心境 此刻也是震惊的望向这人 这人一身紫灵长袍 头发漆黑如墨 面容俊狼 气息 修为 都和木峰一模一样 你 你是 木峰震惊望着这人 这人竟然和自己一样 神魂气息都是一样 你是木峰 我也是木峰 而我 是轮回世界中复制你而诞生的木峰 我是你 你也是我 你也可称我为你的轮回者 这轮回者望着木峰但笑道 声音神态都是一样 那这观考核是什么 木峰问道 心中只能惊叹轮回主宰的神通广大 击败我 或者说 打败你自己 轮回者望着木峰说道 如果你被我击杀 你就会被淘汰出局 如果你能击杀我 战胜你自己 那你便可度过这关 击败你 击败我自己 木峰眸子一眯 这算什么考核 不要以为简单 你试试就知道了 轮回者信念笑道 那在下得罪了 木峰眸光一朗 突然化为一道雷光暴杀而出 狂暴一级凝聚天罚神雷轰制 轮回者体内 同样爆发了一样的力量 数种神雷咆哮 荒龙净爆发 凝聚成了一道雷霆荒龙 龙手还凝聚出了天罚神雷 轰的一声暴鸣 九霄荒龙的狂暴一级崩碎木峰的全盲 爆炸的能量轰击得木峰吐血而退 木峰震惊地望着轮回者 九霄崩龙 然而随后轮回者体内 数种神雷又瞬间一动爆发 手中出现一剑 赫然是一样的鼓煞 劈出了一道惊天剑王 凝聚成牙 万寿咆哮 这一级狂暴轰来 空间破碎 剑气中蕴含惊人的兽神爆发力 蓝荒崖 木峰脸色惊变 神力凝聚玄武欲天阵抵挡 狂暴的剑气冲击力轰的木峰连退 然而 下一瞬间 这轮回者体内 时空神力爆发 几乎是穿越时空一剑顺杀而来 一剑凝聚五行剑王爆明杀志 靠 木峰都忍不住骂了一声 一样的神通 一样的武器 莫得 运用竟然比自己还娴熟 神魔剑煞 木峰咆哮 一剑劈出 凝聚烈天剑红斩暴这一击 随后木峰化身修罗 对方竟然也变成修罗 各种共同的神通连番对碰 木峰甚至用出了 清天神谋的攻击 然而 对方也有 简直就是活脱脱的一个真实自己 大战许久 木峰竟然落败 自己被自己的复制者击败 神力也消耗快干净 而对方不同的是 神力竟然没有消耗之感 能一直不断的持续战斗 最后 一个搞笑的事情出现了 他被自己的轮回 折满屁股世界的追杀 该死的 我他妈自己有这么强吗 木峰望着屁股后面追杀的自己的轮回 智者 心中感到一阵阵无力 自己的所有神通对方都会 而且运用的比自己还好 这轮回者追杀了木峰三天三夜 最后木峰力用神文神通引逃起来 这才躲开了对方的追杀 木峰隐藏起来后 开始恢复自己消耗的神力 同时回味之前和自己轮回者的一战 从对方的战斗中 发现目前自己的不足 不断纠正自己的缺陷 和木峰同样处境的是 其他人也是如此 都在轮回失恋中被自己的轮回者 追杀得满世界逃 甚至有许多人被自己的轮回者击杀 淘汰出局 恢复之后 木峰又主动找对方一战 这一次同样是打的天昏地暗 不过最终还是他已被击败收场 到处逃亡 战斗之中 木峰也在一次次纠正自己的不足 能明显地发现和轮回者的战斗中 自己也在一点点地会占据一些优势 不过在这空间 对方神力不尽的无耻辅助下 木峰也基本没可能用 自己目前所会的神通击败自己 发现了这个原因 木峰开始闭关沉思 既然目前已会的神通 无法击败现在的自己 那就只有自己变得更强 创造出对方所不会的神通 而且这个神通必须的强过自己所会的所有神通 以及防御神通 心思即死 木峰不开始一味地去挑战去战斗 而是将心思放在了超越自我的创造上 研究自己所有神通 寻找优缺点 这场试炼 看似简单 实则最难 你要超越的敌人不是别人 而是最强大 各方面都被塑造成了最完美的自己 要想突破必须超越本我 而且还有一个名额时间限制 第2842章 一见天阙 面对这本我是练的不止木峰 还有其他人 而名额却只有5000 如果最后他超脱本我 却没有能在5000名额内也是被淘汰 不过要超脱本我和其艰难 木峰也发现 在这个特殊的空间中 修为是无法提升的 不可能靠提升修为来强大 打败原来的自己 而在这个空间 时间虽然在运行 不过却不和外界的时间线接轨 如同定格 也就是说 木峰在这里修行一万年 外界还是当时的时间 只有在现有的基础上超越本我 时间一天天过去 木峰也时常出去找轮回者挑战 渐渐的 他已经能在对抗中部落下风 甚至能胜几招 不过依旧不能及杀轮回者 他自己肉体太强了 木峰盘坐在一方开批出来的空间中 神海之中推演着一世神通 这是神通赫然是兽神爵中的满荒芽 木峰 在创造兽神爵的第二世神通 不管是万劫雷神爵也好 还是九幽神典 岁月神典 终究都是别人所创 而天凯兽神爵才是他自己创造的神功 因为强大肉身和防御力 提升原本基础战斗力的神功 还有无穷的进步空间 蓝荒芽这道神通 是以神力诞生的剑气为载体 承载受神之力爆发 剑气蕴含惊人的冲击力量 推演之中 木峰不断地压缩剑气 甚至在剑气的组成能量分子 融入空间之力中 试着开批空间 在能量分子中 开批空间 这是九霄崩龙和灭世雷阳神通的创造基础 压缩能量 将能量压缩极致承载入空间之力中爆发 瞬间释放数十倍的惊人爆发力 而木峰 竟然直接尝试在神通中开批空间 灌注能量 形成一个独立的小乾坤一样 压缩极致在瞬间爆发 轰 突然 空间一声爆鸣 木峰开批失败 压缩的能量爆发 炸得他吐血而退 整座山峰都被轰成了鸡粉 浩墙的威力 木峰大喜 不忧烦喜 刚才失败的爆发的威力来看 已经不若蛮荒芽 看来我的想法的确可行 麻烦就是 如何将其他不同的能量都压缩融合一个乾坤 需要一个更强的受神控制力承载为媒介 木峰暗思 顿入大地之中 开批一方空间继续创造他狗斯的这一世神通 时间流逝 转眼 十年 百年 数百年过去 竟然已经有人超脱本我 打败自己 突破自己轮回 这宇宙中天才何其多 木峰绝对不是各方面都最优秀的一个 他还是半步神帝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成为神帝二转的强者 可见其差距 不过也有个差别 原来的自己越弱 越容易超越 轮回是脸中 数千年过去 已经有许多人被淘汰 而超脱本我之人也过了千人 白紫月 竟然先一步木峰超脱本我 自己创造他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爵士 剑道神通 打败原来的自己 而超脱自己的人 渐渐越来越多 药川 天赐 都超脱了本我 采儿 木峰还未果 第4950人 4963人 难长的时间线中 不断有人超脱本我 而这个数字 会映在所有人的神海中 有的人开始慌乱 疯狂挑战自己的轮回者 结果却被击杀淘汰 第4997人 只有三个名额了 木峰的本我太强大 他要能击杀自己 必须创造出能击杀自己本体的神通 须知 他的肉神强度可就已经堪比上等神器 寻常神帝都打不破的肉身 轮回试炼第5000年 这一次 木峰终于破关而出 轮回 再来一战 木峰大喝道 一道身影凝聚 凝聚成了他自己模样 只有最后一个名额了 你没时间了 轮回者望着木峰弹幕说道 哈哈哈哈 这一次 你会败得很惨 木峰大笑 没有在意 5000年的闭关 他的天赋 创造出了一世怎么样的神通 那便是世吧 轮回者突然爆发神光 化为修罗 体内几种神力一同爆发 融合成剑批出 化为了一道恐怖的神批出 这一剑 可斩神帝 这一剑狂暴席卷而来 见其冲击的天地破碎 木峰一跑也随风烈烈 而木峰 竟然不躲不避 他的受神天凯凝聚 绽放华贵的紫色神光 神凯文印上 竟然浮现出了玄武玉天阵的神文 轰 天地轰鸣 这一剑批在了木峰身躯 然而受神天凯释放出了惊人的恐怖防御力 剑气冲击的他后退 人却无伤 木峰 竟然将受神天凯 和玄武玉天阵融为了一体 好惊人的防御力 轮回着眸子一眯 这就是你这些年苦修的成果吗 你这一剑 已经过时了 试试这一剑吧 木峰冷漠到 手中古煞浮现 体内的受神之力咆哮灌入剑中 竟然融合空间之力凝聚一方特殊能量空间 九霄神力 修罗神力 九幽神力 心神之火 木峰的力量全部一瞬间被时空神力抽涌而出 灌入剑中 压缩着能量空间 古煞释放出不一股恐怖的威能 一杀一剑 这一剑鸣 朝天缺 通隆隆 一剑劈出 天地间狂兽咆哮 只见凝聚出了一头恐怖的黑色凶兽 剑气凝聚成了一头黑色的神虎咆哮杀出 狠狠轰击向了这轮回者 膝带神雷 神火 威力惊天动地 天地变色 一剑出 天地崩裂 崩腾的剑气已经可以摧毁强敌 轮回者玄武欲天阵抵挡 然而 玄武欲天阵在这恐怖的剑气就被摧毁 黑虎笑是崩灭天地 轮回者怒笑 调动青天神谋自己能调动的所有神力 化为了一道灭视神光轰灭而出 然而 黑虎一巴掌拍挤在这神光星神坟车 鼓掌爆发无尽神威 须密空间压缩的神力瞬间全部释放 宛如神帝自爆 轰的一声 这一剑直接摧毁了青天神谋攻击 黑虎狂暴轰杀在轮回者身躯 堪比上等神器的肉身 这一瞬间在爆发的恐怖威力中瞬间被撕裂 整个人直接爆发 方圆百里空间 被挤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空间黑洞 而这轮回者 直接没了 扑吃 目风一口鲜血吐出 整个人被自己这一招爆发的冲击颇几伤 体内神力消耗的一干二净 这一招神通朝天缺神威 达到何种避布 打爆目风自己神体 第五千人 目风 第2843章 主神调和 这一剑的威力 也可怕了吧 目风被反噬震伤 体内神脉尽受重创 神力 神魂力 也几乎消耗一干二净 被自己发出的这一剑威力深深的震撼了一笔 这五千年 他强化了自己受神天凯防御力 将玄武于天阵融入其中 更多的精力时间都会放在这一世神通的创造之上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经历了多少失败 尝试了多少万次 这一招虽然威力无穷 不过也太多极端 自己都掌握不了威力 出剑必杀敌 敌不死 死的就是自己了 这一剑不是神通 而是真正的毁灭杀敌计 而这时 沐风的身躯也虚化 离开了这方天地 又回到了刚才的轮回界中 放眼望去 周围只有了五千人 留下来的基本就是天赋绝伦 实力强大之辈 有许多都是神帝 风哥 你终于出来了 白子月 要穿天赐连忙赶来 松了口气 风哥啊 你也玩得太凶险了 刚刚好最后一个 你再不出来我们都以为你要被淘汰了呢 非得搞得这么刺激吗 要穿很无语 沐风也是无奈一笑啊 有什么办法 他自己本体太强大了 他掌握的神通根本都杀不了同境界的自己 彩儿没出来吗 沐风望向周围 却不见彩儿 自己若是最后一人 彩儿岂不是被淘汰了 没有 几人摇头 有些惯惜 彩儿入道时间太短 他的强大都是依靠罗刹传承 见识 经验都不足 他想要超越自己 的确很困难 沐风对彩儿太了解了 若非彩儿的罗刹传承 他不会有今天实力 或许都还没成神 经验太少了 他要超脱自己 不容易 几乎不可能 而天赐 要穿 紫月 他们都是一步一个脚印靠自己努力 机缘才走到今天 根基稳固 见识 经验都是不一样 恭喜你们 在理念的时间中超脱了真正的自己 小家伙们 以后你们面对的困难还很多 问鼎巅峰的路上 除了克服别人 更要克服超越自己 恭喜你们 完成我对你们的试炼 希望未来你们之中 能有和我并肩之人 阁祖的声音回荡 随后一股强大的空间之力 传送众人出去 同时 众人手背上也多出了一道黑白文印 五千名 诸天试炼神子诞生 而天横剑宗的问剑峰上 众人身躯凝现 出现在了亿万人瞩目的目光中 我们 通过诸天试炼了 有人激动地长笑 整个宇宙 无数天才中 这一代亿万青年神修 这五千人脱颖而出 成为诸天神子 哈哈哈哈 我儿通过诸天试炼了 好 好 恭喜杜兄 贵子今后必然前途无量啊 好徒儿没有让为师看错 天横剑宗 无数汇聚而来的势力 家族目光都汇聚在这五千人身上 有弟子通过试炼的家族 宗门更是欢呼雀跃 而那些淘汰失败的人 此刻都是羡慕地望着这五千人 这五千诸天神子 各个神采奕奕 享受着无数人羡慕 崇敬的目光 沐风大哥他们通过诸天试炼了 刘诗运 水横袭等人也是激动不已 玄水神域竟然出了好几位通过诸天试炼的人 玄水神域历史上 这是第一次 许多玄水神域弟子 此刻几乎都是高昂起了头颅 极为兴奋 沐风他们通过了诸天试炼 真一神朝 被淘汰了的熊天刚等人都不可思议地望着沐风等人 一群来一下等神域的人 还通过了试炼 有什么了不起 我有清天神宝 我也能突破 也有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而沐风拥有一件清天神宝的事情 早就传开了 恭喜你们 通过了最残酷的淘汰试炼 而这时天恒见主身躯凝现目光望着所有人 眼神都在沐风身上停留了以下 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在试炼中证明了自己的天赋 实力 到心终于脱颖而出 未来的你们 前途也将会更加的广阔 我相信将来你们这群人中 一定会有人名震诸天 书写你们自己的辉煌 天恒见主的话让每一个人都是热血沸腾 而现在 你们还有诸天神典的最后一场试炼 问鼎战 问鼎巅峰之战 十天之后这里集合 举行问鼎战 这十天你们好好休息 天恒宗主说完后消失不见 大家也是各自兴奋地奔向了他们的家族弟子们 一同庆贺欢呼 目风哥哥 对不起 我没通过 彩儿过来神色黯然 没关系 彩儿已经很厉害了 目风拍了拍彩儿的乡间 哈哈哈哈 目兄 恭喜恭喜啊 这一次 你可算是为我们选水神域扬名了 水很习 刘诗运等人过来祝贺 这两兄妹虽然没有通过试炼 不过也突破到了半步神帝境界 收获很大 我就知道目风大哥一定能行 刘诗运笑道 运气使然 我也最后差点被淘汰 目风笑道 他心中为灵 清天神谋感应到了 此刻正在有数不清的强者正在窥探他 目风心中冷哼 时空神力运转 整个人收敛所有气息宛如一个普通人 主神也别想窥探自己的秘密 目风 恭喜 而这时 一道身影带着一群人几乎是突然出现在了目风面前 这人气息浑厚如山 没有散发任何气质 整个人就给人一种排山倒海的压力 一席金色神袍竟显威严气势 他身后跟着数十名神帝境界的强者 真一神朝六王主神之一 英王 目风眼眸中一光一闪 抱拳道 目风拜见英王 英王用欣赏的目光望着目风 道 不错 真没想到 玄水神域能出你这样的俊杰 五行试炼 我就经常关注你 发现你和江无双皇子他们有些小误会 我有一条结 你意下如何 目风诧异 他还以为英王是来兴师问罪的 不过随即恍然 这老家伙 是想救被他囚禁的江无双 第2844章 拜见师尊 目风心中冷笑 在五行天狱试炼中 将无双的疯狂行为 没有真一神朝背后的大人物主使他鬼都不幸 如今出来了 反而没有人敢来明抢他亲天神宝 原因也很简单 面子 盯着他的主神必然很多 不过也因为如此 没有谁敢对他轻易下手 而如今他还成为了五千诸天神子之一 有可能加入至高神域中某一方顶级势力内 我目风也很想调节 不过江无双皇子当时是对我动了杀心 我放了他 万一他报复我 目风是小可承受不住 目风不卑不亢道 他还真不怕江无双报复 他怕使的是真一神朝拿悬水神域威胁他交出清天神宝 这才留了这么一个筹码 你放心 我既然亲自前来调节 江无双保证不会动你 而且既然你如今也让神朝看见了你的光芒 你若加入神朝 神朝必然对你亲力培养 阴王也不生气 耐心解释道 若是目风真加入了真一神朝 怎么对付目风 谁能说什么 自己家里的事情 呵呵 现在才来拉拢人 恐怕晚了些吧 而这时 一道冷笑传来 只见一名身材极为魁梧 体型如同一头人形巨兽的男人带着一群人过来 太晴 阴王望向了这人 犀利的眸子一眯 来人 泰坦神域主神之一 太晴 太晴过来道 在五行天狱中 我可是看得真切 有的人为了宝物 让自己的人对自己的下属神域弟子动手 这样的沉默 人品 恐怕实在让人难以幸福啊 太晴兄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真一神域的事情 你们太坦神域过来管什么家事 阴王冷漠道 目光犀利 太坦神域和真一神域向来敌对 历史上没少出现大的战争 哈哈 太某实话实说而已 你们真一神朝中的家事我还没心情管 我只是为了目风小兄弟而来 太晴冷笑 望向目风 笑容又尽量变得和蔼 目风小兄弟 我是太坦神域的太晴主神 八大太坦王之一 我见目风小兄弟肉身强大 行事做风干脆 实在适合太某头演员 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太坦神域 我可以收目风小兄弟为清传弟子 让你变得更强大 太晴的话让周围人一阵惊陷汪向目风 让一位主神 心自开口收徒 不管对方什么目的 是因为目风有清天神宝也好 还是他天赋也罢 能让一位主神亲收为徒 绝对是大机缘 以后哪怕是其他主神想动目风 也得忌惮掂颠量一二 而且太坦神域也是知名的强大上等神域 不是只有一位两位主神普通上神域 而是有八位 英王的脸色也漠然阴沉 这老家伙 好生不要脸 目风也是一阵诧异 竟然有人直接用这种手段拉拢自己 太晴 目风可是我们真一神朝出来的人 要收徒也轮不到你 我英王也可以收目风为弟子 英王冷声道 这家伙 是想收一个天赋好的弟子 为家包一件清天神宝 打得倒是一手好算盘 好主意 这家伙 运气真特么好啊 竟然让两位主神征收他为弟子 有人嫉妒说道 两位主神真正看重的是目风的清天神宝 也有人冷笑 或许没有了清天神宝 目风什么都不是 和他一样天赋的还有几千个呢 你们真一神朝自己都对人家下杀手了 你也好意思说收徒 谁才是不要脸呢 太晴激凤 两位主神明争暗斗 却无人敢当笑话看热闹 一个个低着头 只敢暗中和同伴议论 两位前辈莫争了 两位能看得起目风 是目风的福音 不过目风已经有师尊了 不可能再拜他人为师 目风平静对两人抱拳 他没有任何喜悦 他晓得这两人看重的还是他的清天神宝 不 你有师尊了 是谁 能比得上我 太晴皱眉问道 目风正欲开口 然而天地间突然回响一道冷笑 太晴道有好厉害 能比得上你的人的确不多 可以恰好 本人正在此列之中 轰 天地轰明 图现一道神光从天而降 这神光化为一道咆哮的雷龙轰沙而落 狂暴气势直逼太晴 神威惊人 可以又压缩到了极致 不违及其他人 太晴脸色也变 身躯连忙躲闪而来 轰的一声 他原来所占之地 突然被轰击爆炸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空间黑洞 而可怕的能量凝聚一体 不波及攻击目标之外 恐怖的掌控能力 谁 这一瞬间 明里暗里 不晓得多少道主神之念汇聚在这人身上 然而却见这人身材修长 一头青色长发 身着黑衣 戴着一副青铜面具 看不清真容 然而他散发的气息 却是向所有人都在宣告他的地位 主神 木峰望着这人 体内的雷星都是一瞬间砰砰狂跳起来 仿佛遇见了亲人一般 是 师尊 木峰心中瞬间激动 惊喜望着这人 能让九霄雷星如此兴奋的人 只有一人 阁下是谁 太秦 英王都宁重望着这人 这人释放的气息不比二人差 赫然也是一尊中卫主神 中卫主神已经是主神圈子中的强者 许多普通上神域的统治者也就这修为而已 天地一介散人 雷九 我这乖徒儿没想到这么惹各位垂青呢 都想收他为弟子 可可惜这孩子几百年前就已经拜我为师了 各位来晚了些 这人背负双手 来到木峰面前面对两人淡默说道 雷九 两人闻言在记忆寻找 诸天万界主神之中 没有丝毫关于这个人的印象 也没有听过这个名号 不过宇宙太大 强者无数 也有些隐士高人不为人所知 不融入强者的圈子有自己的怪体性格 这也太足为奇 弟子木峰 拜见师尊 木峰也基本确定这人是谁 上前功功敬进行了一大礼 木峰一直有为主神师尊 水痕袭 刘诗运等人都被惊住了 金言神域的灵南神帝等人心中更是惊慌起来 木峰背后有一尊如此强大的靠山 金言神域众人惶恐 一个无背景的人突然变成了背后有一尊他们惹不起的庞然大物的传人 这种落差让他们如何不惧 要穿等人也基本猜测出了这人是谁 第2845章 敲诈主神 既然是道友的徒儿 我等刚才打扰了 再会 太秦眸光闪动 忘了眼目峰 对雷九一抱拳 人当即消失不见 每一位主神都不可随便招惹 特别是这种无拘无束的散修主神 散修主神能踏上这一步 必定都有非凡的机缘和过硬的手段神通 更何况这个雷九具体什么来历还没有人知晓 阴王并未离开 望向这自称雷九的主神 道 既然目峰有了师尊 我也不强求 不过这位道友 你弟子请拿了我们神朝的皇子 可否让他将人交给我们 你们神朝皇子在试炼中处心积虑对付我这徒儿 如今他落入我徒儿手中 想要他的命 岂是一句话就能带走的 雷九面具下传来一声冷笑 道有什么意思 无双皇子可是我们神朝帝皇的亲子 若是事情闹得太僵 对大家都不好 阴王犀利眼眸望着雷九 想要看穿着面具背后到底是何方神圣 想要人 简单 拿宝物换 你觉得 什么样的宝物能顶你们皇子的性命 你就拿什么宝物换 不然天下人都以为我雷九和我的弟子好欺负不成 雷九主神冷笑 态度更是强行 阴王脸色难看 这家伙竟然如此不给面子 还当众威胁他 道有这是想教悟我们真一神朝吗 那又何妨呢 雷九气势毫不退让 两大主神争锋相对 一股恐怖的威压笼罩在了整个天恒剑宗 天恒剑主连忙过来 道 两位道友 有话好说 此处是我天恒剑宗之地 可不是两位动手的地方 开什么玩笑 两尊主神在这里打起来 若是收不住火 天恒剑宗不得被两人毁了 慕风的师尊浩强势 为了他竟然直接和真一神朝撕裂 看来以后不能去抢慕风的神宝了 我可不想招惹上一位主神 不少心中还打慕风清天神宝主义的神帝 此刻都是打消了念头 怎么办 慕风以后会不会报复金言神谕 不行 这里的事情 一定要尽快告知风炎陛下 经言神谕灵南等人 如今不是想如何报复慕风 而是如何防止慕风报复了 天恒剑主也是疑惑 这个雷九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人物 英王深吐出一口气 压制心中一团怒火 道 道友开个条件吧 雷九闻言冷笑一声 望向慕风 道 风儿 你想要什么 和这位英王前辈说 别客气 他堂堂一方上等神域主神 家大业大 你开口可不能让自己显得小气了 周围人闻言苦笑不得 你他妈这不是明着说让你屠而失责大开口吗 慕风对雷九是一礼 笑望向了英王 道 英王前辈 那晚辈就不客气了 五行属性的本源至宝 个来一样 极品神铁来一万斤 再来个十一两上等神经差不多了 慕风也不好意思多药 卧槽 五行本源至宝个一种 万斤极品神铁 十一两上等神经 你这他妈还叫不好意思多药 这家伙真当打劫呢 真是师则大开口啊 一个真敢说 一个真敢要啊 周围人闻言一阵无语 不少人心中骂慕风无耻贪婪 这么多慕风 太过分了吧 就是 你真当打劫了 英王身后真一神朝的神帝都忍不住了 这一笔资源都可以砸出一位厉害的神帝了 英王谋光犀利 望着慕风冷冽道 做人的懂得适可而止 慕风平静道 有人想杀我多宝 手段卑鄙无耻的时候 可没有想过适可而止 呵呵 堂堂一方上风神玉 不会这点东西都拿不出来吧 雷九主神机缝道 我出门 没带那么多东西 本源至宝 身上只有两种 极品神铁只有五千斤 上等神经不会缺你的 放人 英王手一挥 一道道霞光出现 正是慕风提的宝物 一枚火属性地域火神之 还有一道本源晶天灵 极品神铁五千斤 上等神经道是不缺 足足十亿两装在空间带中 度谢英王前辈了 慕风见好就收 能敲诈这么多东西已经足够了 他将折磨得半死不活的 将无双神魂放了出来 将无双蜷缩成一团魂光 甚至已经不敢正是慕风 别杀我 别杀我 将无双惊恐嘶吼 还以为慕风要杀他 真一神朝的人 见这一目脸都是一阵火辣 真丢脸啊 瞧把我们无双皇子吓得 你自由了 慕风冷笑 把将无双魂团捏在手中 狠狠揉捏了两下 丢给了英王 英王一挥衣袖收入乾坤 冷恒一生 人也干脆消失不见 其他人真一神朝的人 也连忙跟着离开 恭送前辈啊 慕风笑咪咪说道 原处空间突然被撕裂一道裂纹 慕风 还有这位雷九道友 你们请到天恒神兜中休息 我是天恒剑宗就不留客了 天恒剑主说道 天恒剑主告辞 雷九一抱拳 随后一股可怕的空间之力 眷过慕风等人 所有瞬间消失不见 慕风 没想到啊 他背后有如此强大靠山 泉水神域 流川神帝叹了一生 以前觉得是他配不上自己女儿 现在他成为诸天神子 还有主神为靠山 是他女儿配得上配不上他的问题了 在出现时 众人已经来到了天恒神兜 最豪华一家客栈的金色大典之中 弟子慕风 拜见师尊 慕风压制激动心情 向男子直接跪拜衣礼 而男子也取了青铜面具 露出了英俊的脸庞 正是九霄 拜见前辈 要穿 彩儿 紫月 天词也是恭敬行礼 而小子对九霄低吼连连 也谋终全是忌惮 哈哈哈哈 慕风小子 多年不见 能这么快就走到这一步 着实让我惊讶呢 九霄一挥手 神力将众人扶起 没有辜负师尊 希望就好 我知道师尊会来 只是没想到是这种方式 慕风笑道望着眼前这男人 虽然就见过两次 不过也没有什么生疏感 第2846章 恩怨起源 不错 这些年凭借自己的努力 争取机缘而行 为师虽未在你身旁 不过也一路注视着你的成长 你让我很满意 不过 我这个师尊 是不是在你心中不太称职 只是传你神功 却不在你身边教导 心可有愿 九霄坐下 让慕风等人也依次落座 弟子不改 我记得师尊当初和我说过 但凡大成就着 道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而非他人开辟 哈哈 没错 我给你功法 不过 你的道路需要你自己走 你有你自己的人生轨迹 我插手了 你未必能有你今天的机缘 九霄笑道 只是慕风疑惑 师尊之地位 为何还需要隐秘身份 慕风问道 我这么做自然有我的用意 一会儿会你便会明白 你心中一定有很多疑惑吧 九霄淡笑 有一位慕风解惑 慕风文言深吸一口气 他等的就是今天 他心中的确有太多疑惑 师尊 我就斗胆问了 师尊当初遇见我 到底是因缘际会 还是提前布下之局 我遇见师尊 是偶然 还是宁布局的必然 我和师尊 是敌 是清 慕风直视九霄 问了他心中想问的问题 回头来看 他如今境界 天舞大陆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沙子 而偏偏他出生在哪里 在哪里遇见九霄 这种几率 比中千万彩票更小千万倍 是因缘 也是必然 是局 也不是局 我和你是亲海敌 取决于你自己的想法 至少 你现在叫我师尊不是吗 九霄依旧一脸何许笑容 道 当初我留那个传承 的确是为了等你 你可以认为 这是布置好的一个局 慕风脸色平静 道 为什么看重我 因为我外公 因为我的身世 可以这么说吧 我和你外公也算是朋友 九霄点头 我外公 还有我母亲 我的种族 都是因为光明主神 光明主宰 天与魔神族而灭 而天与魔神族 曾经最高的信仰是洛主 而你 是洛主的兄弟 你接近我 为了什么 慕风又直接问道 与其依旧平静 看不出喜怒 而耀川 白子月等人莫名有些紧张起来 如果这一切 是因为亏欠 内疚 你姓妈 九霄喝了口茶 随后放下茶杯回答 我想听原因 突然 慕风眼前周围世界一变 整个人处在了一片金色天地中 这天地间 只有他和九霄 在这里慕风能感受到一股无穷无尽的精神压力 仿佛面对天地浩瀚 宇宙无穷 自己这个师尊 绝非其他人看见的如此简单 这是我的神魂世界 你的朋友们不会听见你我二人谈话 九霄背对着慕风道 大黑天于坤 也就是你外公 曾经得到了一次天大的机缘 他偶的一件天道至宝 永恒圣剑 九霄开始说起往事 眯起眸子 陷入了回忆中 这柄剑 不但拥有天道的神力 蕴含无上的神威 还拥有让主神成为主宰的机缘 永恒圣剑 就是这柄剑引来了修罗神域的灭族之祸 慕风问 可以这么说 永恒圣剑和盘古斧 女娲星 福西晴 同为宇宙诞生的四大集道圣系 天道至宝 别说主神 主宰都渴求得到 不过 你的外公 终究是我们洛神域的人 修罗神域 也是洛神圣界中的一份子 你外公得到的机缘 有洛主护着 外人没有人敢来抢 结果却被洛主的妻子出手抢搏了 还毁了修罗神域 慕风冷笑 已经猜测到了后面的故事 九霄转身望了眼他 继续道 结果的确出人意料 云飞尔 天羽魔神族的第一主神 洛主的妻子 他的确出手争抢了永恒圣剑 结果让永恒圣剑爆发 剑气几乎涂灭了整个修罗神域 你外公 因此陨落 云飞尔也受了重伤 那后来结果呢 慕风锋利的爪子刺入掌心 洛主震怒 他是个很重情义的人 你外公是当初跟随他 开批宇宙新格局的元老 他禁锢了云飞尔 忍痛 灭魂 慕风文言震惊了 望向了九霄 洛主 竟然因为这事情杀了自己妻子 其实 当时的云飞尔 已经不是他了 九霄悠悠叹息一声 他早就发觉 只是舍不得动手 毕竟那是他的妻 后来云飞尔的亲子 洛天明 也是洛主的亲子 因为母亲的死 恨上了他的父亲 甚至偷袭重创了他的父亲 后来 洛天明带着天语谋神谕 创建了光明圣谕 而洛天明这人 可以说是洛主孩子中天赋能乐 最强的两人之一 没有用多少年 自己便创建了一方至高神谕 甚至和他父亲 也就是洛主为敌 沐峰文言心中大部分谜团 终于解开 等等 那 那光明主宰为何抓我母亲 沐峰突然问 随后 他又猛然想起事情起因 因为永恒圣剑 沐峰震惊道 没错 那一次后 永恒圣剑下落不明 而你母亲 却在剑巢爆发中活了下来 你母亲当时不过一个神地罢了 是你外公舍命护他 同时消失不见的还有永恒圣剑 永恒圣剑和你母亲一同消失了 永恒圣剑最有可能在谁的身上了 你会怀疑谁 自然是你母亲 而洛天明 抓你母亲 是为了永恒圣剑 现在 这一切你明白了吗 沐峰听完之后 感觉自己脑袋都还有些发萌 一切源头 都是因为一把剑 一把剑 害得他家破人亡 一把剑 害得他一路杀伐 从凡界追寻到神界 经历无数生死 洛天明 沐峰眼眸中 也迸发出了无尽的杀意 你放心 你母亲还没有死 因为洛天明没有找到永恒圣剑 不过 你的身份就不能曝露了 洛天明知道你的存在 必然会抓你威胁你母亲 寻找永恒圣剑下落 九霄神主安慰道 我怎么能放心 我母亲 或许在经历非人的折磨呢 第2847章 神秘约会 沐晴旭有些激动 这一直是他心中一痛 至亲受难 身为人子无能为力 此乃不孝 洛主呢 我外公是他的麾下 我母亲受苦被抓 他就无动于衷吗 还有我父亲呢 我父亲当初前往神界洛神域 我父亲又在何处 沐峰问道 声音中难掩木火 洛主 此事告诉你无法 洛主他本尊 已经失踪很多年了 如今洛神域的 是他的三清分神 不过此事万不可传扬出去 不然天下必然大乱 如今洛神域封疆 封守在混沌神海 抵挡外语 也有封禁消息的意图 九霄叹息说道 洛主失踪了 沐峰不敢置信 堂堂宇宙第一主宰 竟然失踪了 那我父亲呢 李父亲也非常人 你可知 你父亲第一是 真身是谁 不知道 沐峰摇头 他知道他父亲轮回了三世 第二是 叶焚天 先戒焚天地 第三是 穆天 他的父亲 看来你父亲没有和你说 他第一是身份 这里我的不带他向你透露 不过之前 你父亲的确回过洛神域 不过现在他也行踪不明 我不知道他的下落 九霄摇头 看来沐峰父亲第一是身份 也是不凡 不然不可能不会不透露 父亲也失踪了 沐峰文言心也揪了起来 这一切的背后 到底还有多少谜团 如今 与内局势其实也很复杂 可以说 整个宇宙已经陷入了一场 你看不见的危机之中 我隐匿身份找你 也是不想让人知道我的身份 藏天谷关在你身上的吧 九霄问道 没错 我遇见藏天谷关 也是你们部下的局吗 沐峰点头道 既然他师尊一直在观察他 知道藏天谷关也不足为奇 不 那是你自己遇见的机缘 当年奥丁陨落 我们在混沌中找过他的尸体 和藏天谷关 结果无果 凝聚成混沌时配备你得到 是你自己的机缘 奥丁也是我的战友 当初他被万语强者围攻陨落 是去执行一个任务 没想到敌人圈套 本来是万无一失的计划 他却终继被围攻 而当时 这个任务只有几位主宰 极少数人知道 你觉得 这背后有什么原因 九霄又道 目封闻言 眯起眼眸 一点就透 道 与内有间隙 内部人有问题 没错 九霄来回舵步 最坚固的城堡 往往是从内部攻破 我们这方宇宙 有人勾结万语种族 而这人 这人地位 他的势力 恐怕都非比寻常 九霄沉声道 有没有可能是洛天明 目封问道 洛天明不是已经和他老头子对着干了吗 不太可能 洛天明太明显了 如果他真是奸细 就不可能和洛神域决裂了 九霄摇头 师尊告诉我这么多 也是有什么目的吧 目封抬起头 望着九霄 他不傻 他如今的地位 身份 实力 本来没有资格知道这么多 而九霄却将这些寻常主神都触碰不到的心密告诉了他 没错 风儿 我知道我下面的要求对你来说有点过分 不过这件事情 你是最好的人选 你答应了 我可以保你母亲安全 甚至救你母亲 九霄望着目封道 只要能救我母亲 没有什么事我不愿意答应的 哪怕会为之付出生命 目封沉声道 没那么严重 只是有些委屈你而已 在此之前 我先让你见一个人 九霄笑道 一道神光凝现 只见一位风度翩翩 又亲切如和蔼大叔的男子出现在目封身前 笑望着目封 目封眼眸一缩 震惊地望向了这人 小目封 又见面了 男子温和笑道 是您 您怎么在这里 目封震惊道 什么事情 把这位存在都叫来了 师尊 到底要他带什么 在这位面前 他就真的是渺小如蝼蚁 不值一提 彩儿他们一直在等着目封 他们也知道目封在和他师尊有重要谈话 以 考虑好了吗 取酒后 神秘人问目封 李承诺的事情能办到吗 目封问 当然 那对我而言 并不是办不到的事情 神秘人淡笑 那我答应你 目封点头 眸光坚定 哈哈哈哈 好 我就没说错吧 封儿一定会答应 九霄笑道 小目封 委屈你了 神秘人叹道 没什么委屈不委屈的 我父亲从小就对我说过 天下心王匹夫有责 能力代表责任 相比你们 我做的这点事情不算什么 而且 我们还有约定在身 目封神色坦然 不错 你的确有你父亲的那份担当 至于你母亲的事情 你就放心吧 神秘人拍了拍目封肩膀 接下来的谈话 我们不得而知这人是谁 神秘人又到底和目封谈论了些什么 到底是什么事情 能让这未存在都亲自出面 这场谈话 持续了很久很久 目封神魂回归本体之后 时间也已经过了一天一夜之后 事后 目封回了安排居住的院子 心事重重 耀川 紫月 天赐 彩儿跟在目封身后 也没有多问 风哥 耀川突然道 嗯 我不晓得你师尊和你说了什么 未来不管什么风和雨 会发生什么 会遇见什么 你身边永远不会缺少我们这几人 若有事 照避回 耀川坚定说道 一样呢 死胖子把我说的想说了 大哥 多少年了 风雨一起扛吧 白紫月笑道 我的鱼长剑 永远不会顿 天赐轻飘飘道 目封哥哥 彩儿永远永远陪着目封哥哥 彩儿笑容绽放 温暖如春 哈哈哈哈 你们想什么呢 搞得要生离死别一样 目封大笑 随后望着几人 道 我这一生 不管未来成就如何 此生 能遇见你们 生死无憾 不过 我目前可不想死 陪我好好折腾一下吧 总有一天 这个世界也会因为我们而改变 战风 永随 几人手掌紧握 命运相连 比神兵戾气还要坚韧的是这份难能可贵的情 第2848章 圣遇圣史 没想到 这个目封背后竟然还有一位主神 一位身份不明 来历不明的主神 静慈安弟子居所 玄境井皱眉头 这样一来 才越发可疑呢 一身朴素灰衣的星丘祖师淡莫道 祖师 如果这人真是与外奸细 到时候若是被圣域看中 加入了那一方中 岂不是一个毒瘤 为何不当众拆穿他 陈雪晴说道 正因为可能是与外奸细 现在才不是动手的时候 等排位战后 各方至高神域代表出现拆穿他的身份 顺便 把他背后的那的人也好抓出来 星丘祖师淡莫道 心有病计 还有这小子 掌握的清天神宝 更加危险 到时候恐怕打他主意的天下英雄会很多 看着吧 到时候 那些老家伙们坐不住的 雷九的出现 让许多本想暗中抢搏清天神宝的人给振折住了 同时许多人也在想方设法地探查雷九这个人的身份 堂堂一位主神 突然出现 不可能无稽可循 时天时间转眼而过 这一日 所有人在聚天恒建宗 问建峰 亿万神修 无数大能会聚天恒建宗 问建峰上 五千诸天士练弟子会聚 那一个不是人中之龙 诸天神骄 修为最低的已经是半部神帝 而修为最高之人 已经成为神帝二转的宇宙强者 那无数空间站台悬浮 从高到低 宛如一个巨大的金字塔 塔尖之上 只有一个人站台 而周围八方天狱 有许多的空间席位 每一道特定的空间席位上只能坐一人 都是各方主神 有八个席位凌驾无数主神之上 所有人将一层层淘汰自己的对手 封顶巅峰 这一站也被称为问顶巅峰站 将在这里角逐出这次诸天神典中的时代天王 何为时代天王 镇压诸天万界 亿万天交千年一个时代的最强青年王者 视为时代天王 其次 九大诸天圣子 而这时人 将可以直接办入至高神域 也被称为神修圣地的八大至高圣地中修行 同时 还有极为丰厚的各种奖励 踏入前十之名 便可奖励一件本源神物 而第一名 除了具备前十的奖励外 据说可以将的八大至高圣域一同奖励一块特殊通行证 和八大至高圣域庇护 同时可入任何一方圣域中的修行之地修行 你们说 这一届谁将成为时代天王 还用说吗 我认为 肯定是落神分脉的落远山 我可是听说落远山已经是神帝二转的恐怖修为 而他本人修行的可是落神域至高神功 实力怎一个了得 不一定 轮回圣家 葛家的葛仓实力就弱了吗 也是神帝二转的强者 轮回神力诡异可怕 还有那天魔神域的那个天魔圣子 星辰战体 战斗力不要太可怕 在五行试炼的时候 他一人可是打败了八名夺宝神帝 天才太多了 什么曹辉 还有段烈 杨骁 武昆 宿明 这些可都是神帝二转的可怕天才 龙争虎斗啊 对了 那个拥有青天神宝的木峰有没有可能 他动用神宝之力 说不定也可以杀进去 哈哈 放心吧 他没机会的 这问鼎巅峰战除了自己使用的本命神宝 不可以使用超越自己境界的神宝 那个木峰不过半步神帝 不可能有机会问鼎前十 前百都不太可能 问鼎巅峰战还没有开始 无数神灵已经沸腾议论起来 方圆望去 天地间全部都是人 这问鼎巅峰之战 注定举世瞩目 传遍诸天万界 无数类似水晶神眼一样的科技神系 空间天眼正汇聚这里 同这里的画面 也通过的这些能传播无数光年资讯的空间天眼监控 传遍万界 整个诸天神界 大街小巷 无数科技大楼 还是宇宙战舰 家庭影厅中的荧幕上的画面都是这亿万神明 无数强者汇聚的景象 金言神宫中 金言神帝脸色阴沉 望着这空间水晶直播上的画面 神念勾出一人画面 定格在木峰身上 木峰 竟然走到了诸天神子的地步 成为五千诸天神子之一 他的妹妹 风雷等人也是神色难看 在考虑是不是要重新缓和与木峰的关系了 这小子 怎么可能走到这一步呢 难道当初 我真的错了吗 风炎心中甚至出现了一丝懊悔 玄水神域 雍容华贵的玄水神机 水妖月侧躺在壁椅上 望着空间水晶上的画面 望着木峰 美眸中也是一彩分成 这木峰竟然真能走到这一步 从亿万神修中 杀到五千诸天神子名额太艰难了 无数万年前 他也是其中之一 这才有如今的玄水神帝 神帝境界无转的强者 诸天神典 为整个宇宙挖掘培养了太多强者 风炎那老家伙 现在恐怕心中正在后悔吧 玄水神帝已经可以想象得到现在风炎的表情 问鼎巅峰 时代天王 洛远山 葛仓 还是苏鸣等等所有天才 望向那至高巅峰的位置 神人不是战役无穷 谋光炙热 问鼎着巅峰 时代天王 以为着除了至高圣域外 所有神域世界中青年人物的至高荣耀 这十万年中千年时代的最强之人 将会得到海量的资源培养 得主宰指点 将来成为一方主神 根本不是梦想 见神域圣史 青莲剑主道 万佛圣域圣史 毁灭佛主道 无极圣域圣史 太阴左使道 万妖圣域圣史 立风圣史道 突然 四声威严的宣赫声传遍八方 四股恐怖的神威碾压盖世席卷而来 只见问鼎巅峰站台对面的八方至高席位上 有四道身影突然出现最高的八个空间席位上 一位妖卦黄色酒壶的青衣中年 一位身穿破败袈裟的光头少年僧人 一位身穿黑色长裙 身后悬浮太阴光环面带黑纱的女子 还有一人一身白色长袍 面容刚正 沙发之气浓郁的中年 至高神域 圣史道 第2849章 问鼎站起 洛神天域圣史 洛眼圣史道 轮回圣域 葛廷雪圣史道 光明圣域圣史 云苍圣史道 天明亡灵圣域圣史 斯坦圣史道 又是一道道高和声响彻天地 四道神光从天而降落在席位 又是四名至高圣域来的大能 也是三男一女 洛眼 一袭紫金色色长袍的中年男子 见眉心目 极为鹦鹉 整个人缭绕一股恐怖的紫颜神火 双眸锐利如鹰 葛廷雪 绝世天女 眼睛八方 那一袭雪白的衣裙和如墨铺的长发灰映 秋水明眸洞察深邃星海 云苍身后十六双天与神异 一袭白色云山 亡灵圣域斯坦 一个笼罩在黑雾之中身影 面黑雾下 竟然是一具紫金色骷髅 双眸燃烧紫金魂火 他们就是至高圣域的圣使吗 什么级别的强者 有下神域的青年弟子忍不住问道 一位神帝望了他一眼 但莫道 这八位可都是绝顶的大人物 清廉建主 剑神剑尚未主神之一 剑法通天彻地 万佛圣域毁灭佛陀 那个少年 比洛主还古老的强者 游戏红尘 太阴左使 无极圣主坐下两大顶爵强者之一 太阴神心中诞生的先天神明 地封圣使 万妖神域四大圣宫中 百虎圣宫中的顶级百虎妖神 后来几人更是了不得 洛言主神 洛神天域最古老的主神之一 洛主的兄弟 传说曾经是洛主战兽陪他一成长 在诸天神界妖族中也有莫大的地位 葛廷雪 背景更是了不得 轮回主宰葛修竹之女 洛主的亲侄女 可以说这里背景最大的人了 身后就是两大主宰 云苍 光明主宰的亲侄子 光明圣域云家大能 还有纳斯坦圣使 天明亡灵圣域 骷髅精灵族的族长 这八人都是站在宇宙巅峰一层的大人物 一方上神域之主在他们面前 也要恭恭敬敬 参见八方圣使 八方诛天强者们 无意不是恭敬起身 对这八人恭敬行礼 太阴妹妹 好久不见 你还是那么迷人啊 那破烂袈裟的少年望着太阴左使笑 眯着眼睛道 我见你太阴隐满 需要调和 我有一神功刚好可调节 太阴妹妹要不要和我一起参悟参悟 少年笑道 打亮着黑色衣裙下的玲珑胶躯 滚 万佛圣域派你来是来丢人现眼的吗 太阴左使教美的面容上密布一层寒霜 这个小秃驴永远都是这幅没正形的模样 说来你不信 当年落语那小子就是修行了我给的神功 这才封顶大道 这可是大机缘啊 这宝贝神功一般人我还不给人家练呢 少年倾横道 十月叫谁小子呢 可停雪瞪向了这少年 落语可是他二叔 我看你是皮痒了 落眼淡默说道 身上神火燃烧的空间融化 得 你们落神域一席家大业大 八方至高神域占三家 惹不起惹不起 少年耸了耸肩膀 鼻孤道 当年没有我 落语还没今天呢 落眼等人也懒得和他计较 十多一年前的老历史 这家伙是逢人就说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当年点画过落主 八方圣使落座 接受万神朝拜 八位圣使 各方诸天神子已经到齐 是否开始进行问鼎之战 天恒建主对八位圣使 失了一礼问道 八位圣使正色齐声道 开始问鼎之战 天恒建主点头 转身面对诸天强者 亿万神修 大鹤道 开始问鼎之战 明战鼓 五千诸天神子 入问鼎站台 咚咚咚咚 泰坦神域的泰坦聚灵神门 敲动巨大战鼓 鼓声激荡 回荡整个天恒建宗 诸天神子 入问鼎站台 战 五千诸天神子一声大鹤 化为一道道神光 按照自己的序号 进入相对的问鼎站台 序号相同的为对手 层层挑战而上 问鼎巅峰 痴兄 加油啊 苏鸣大哥 一定要进入前十之列啊 沐峰大哥 加油 亿万神修大鹤 向自己支持的人鼓励加油 沐峰 将无双红灼眼眸 望着踏上问鼎站台的 沐峰脸色咬牙泻齿 本来 他也可以踏上那个站台 让人为他呼喊 为他喝彩 然而沐峰淘汰了他 让他的希望破灭 问鼎之战开始了 谁能夺得这一界的时代天王呢 骆远山 一定要问鼎巅峰啊 龙门赌场开局了 都快来下注啊 骆远山 葛仓 宿明 杨潇 谁能问鼎时代天王呢 五千诸天神子 进入众多的问鼎空间站台 亿万神修主墓 不 这一刻 是三千上等神域 十万下等神域 整个诸天神界为之主墓 这一次的苗子都很不错啊 神帝境界二转的就有十一人 五行法则圆满之人 更是多达两百人 比上一界优秀多了 少年僧人毁灭佛陀笑咪咪道 实事造英雄 一个乱世将来 命运的轮盘已经推动 这一届中将会诞生一个真正的时代巨头 骆远身后 一名身材恩我满头银法的美丽少女眸光深邃道 而他体内流动的神力 赫然是时空神力 哦 孟儿 你指的是谁 骆远惊讶问 他的命格 不在天道轮回之中 至于是谁 天机不可泄露 骆远哥哥以后就知道了 少女甜笑道 对我还卖关子吗 露眼揉了揉鼻子苦笑 穆蜂的序号是武仙 踏入了第一层 武仙的那个空间站台 而他的对手 也进入了这方空间站台 这人 也是一位半步神帝 而这方空间站台 是一片大海 涌动浓郁的水属性神力和法则 对水系神修极为有利 该死 怎么是穆蜂 这黑袍青年一见自己对手 脸色都有些沉了 穆蜂可是在五行天狱杀出了不小名声 击败过神帝 问鼎之战 除了自己的本命神器 不超越自己境界的武器 超越自己境界的武器神宝 越境神服神宝皆禁止使用 第2850章 乱世之相 此外 战斗中严禁杀人灭魂 我会亲自监督 问鼎之战 时间为一个月 天恒剑主将规则也全部说完 问鼎之战中 穆蜂也是不能直接使用青天神谋 藏天谷官进行攻击 这样一来 他未必是那些神帝境界二转强者的对手 哈哈 不能使用超越自己境界的神宝 如此一来 那个穆蜂恐怕是没有问鼎的机会了 他的成名全部都是依靠青天神宝 这样的比拼才更公正 不少人文言心中为定 装备方面 那些主神子弟必然强横无比 白子月眉头一皱 天眼神剑先天神宝 等级不敌青天神宝 如此一来 他还得封印天眼神剑的威力才行 穆蜂的那对手文言暗松了口气 不能使用超越自己境界的神宝 如此一来自己不是不一定没有任何机会 穆蜂的成名一直都是因为青天神宝 没有青天神宝之威 他自己就少了一个大杀器 九朝神域 韩果 请 黑衣青年对穆蜂一抱拳道 拳水神域 穆蜂 请 穆蜂也是一抱拳 轰 突然 这青年神力瞬间猛然爆发 蓝色神朝席卷而出 手中多出了一柄蓝色神刀 一刀劈出数百重刀钢刀芒 狂暴刀气席卷 重重叠叠一同劈杀向了穆蜂 一来 就是全力出手 没有丝毫的大意 穆蜂身躯不动 漫天刀钢轰倦而来 冲击在他释放的神力领域之上 神力领域泛起重重光波 然而坚不可摧 数百刀芒狂暴劈下 根本打不破沐蜂的护体神域 下一瞬间 沐蜂突然爆发 宛如一头暴怒的凶兽 一拳狂暴杀出 恐怖的全力咆哮如龙 受神之力运转轰碎 对方劈出的刀钢轰击在对方的护体神域上 护体神域砰的一声被一拳轰暴 历境冲击在了这青年身躯 扑吃大口鲜血吐出 这青年一声惨叫 被一拳轰飞 体内神骨断了数十根 沐蜂收力 向对方抱拳一礼 怎么可能 这青年瞪大眼睛望着沐蜂 自己在他面前 一拳都顶不住 而且他好像用的还只是肉体神力 同为半部神帝 差距这么大吗 承让了 恭喜 希望你能杀入前百 这青年苦笑道 沐蜂转身离开 望向了上方空间通道 通向下一个空间站台 在哪里 他的对手也会和他一样 击败自己的第一个阶段对手和沐蜂相遇 胜者继续向前问鼎 败者留下 当然 也可以继续向上冲击 除非能赢下一个阶段对手 如果赢他的对手也停步在下一阶段 也可以再次挑战 不过正常而言 没有人会继续挑战击败自己的人 意义不大 要穿 天赐 遇见的对手也都是半部神帝境界 很容易击败晋级 紫月第一阶段就遇见了一位神帝 经历数十招的战斗击败对手 进入下一个阶段 五行神碑 一面直立天地的巨大神碑 而神碑之上 浮现出了一个金字塔一样的格式排名席位 而上方只摆个名位 从高到低 目前 还没有人杀入前百席位中 小龙雀 这五千小家伙中 你觉得谁能问鼎巅峰 少年僧人神念洞察五千诸天神子 和一旁席位上的落眼聊了起来 现在定论太过早了 不过 我落迦而郎 那的落远山 必入前十之席 路眼淡淡道 你这不是废话吗 哈哈 我感觉 这一次会出一些出乎意料的黑马 少年僧人笑道 笑眯眯的目光定格在了一个身材魁梧伟岸的青年和一个银衣青年身上 星辰占体圆满之境 空间神体者 这一介 竟然隐藏了如此奇才 可惜了 是个魔崽子 那个空间神体者可以拉拢拉拢 不过对方身上 竟然隐藏了一股大道之气 莫非 有什么了不得神宝 这么看着也无趣 小龙雀 我们比比眼光 少年僧人笑道 怎么比 落眼眉头一挑 我们在这群小家伙中挑一个神帝境界的人 你也挑一个 不挑神帝境界二转的 看谁挑的人能走得很远 我赢了 你的送我一根你的本源龙皇陵 如果我输了 我也可以送你一个不若你龙皇陵的宝贝 少年僧人笑咪咪道 怎么看都感觉奸诈 你这家伙打什么主意 来就来 你说吧 落眼冷笑 那个小家伙 我赌他必入前二十 少年僧人手指一个天魔神族之人 落眼望向那人见眉为咒 神帝境界一转 他看不出什么不凡 你挑一个吧 少年僧人笑道 这 这 落眼神念在所有人中犹豫起来 落眼哥哥 挑他吧 他身后引发女子手指一个身影 哦 他 半步神帝境界 落眼见眉一咒 道 孟儿 你指错了吧 他不过半步神帝啊 兮兮 他会给落眼哥哥带来惊喜的 少女笑道 很自信 好吧 我选他 落眼手指一人 少年僧人神念叹去有些惊讶 半步神帝 等等 这小子身上的气息 少年僧人双眸中竟然浮现出了金色漩涡 望着目风 然而 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遮照 他这一双可看透世间万物的神眸 竟然看不透这青年 大黑天 于昆 少年收回神眸 喃喃自语 问儿 那小家伙有什么特殊的吗 落眼问道 这丫头可了不得 可查过去 观未来 算吉凶祸福 我在他身上 看见了乱世之相 是山血海 甚至看见了某些主神的尸体 少女目光深邃道 他望向了那些主神中的某些人 落眼闻眼脸色瞬间凝重起来 打亮着目风 可惜他却看不出什么非凡 下一个阶段的对手 目风运气不错 还是一个半步神帝 一招击败 目风踏入境千名之列 而在后面 就容易遇见真正的强者了 五千人中 根据统计 有九百多人都踏入了神帝境界 而这时 五星古碑绽放神光 有人 第一个杀入了前百之列 落远山 第2851章 节节高升 快看 落远山杀入前百之列了 第一个百强诞生了 好快 不过若是他也没什么意外 问鼎前十 甚至第一都可能的人 落远山 不愧是人神族第一大族 落神族的人啊 落远山杀入了前百之列 一时间掀起了一阵的风潮 落远山 杨潇 苏明 曹辉等千年神交望着 落远山的排名 心中也是感觉到了 一阵阵的压力 这家伙太强了 他们奋起自追 还是让对方第一个 踏入前百之列 而此刻 目风也遇见了 他的第三个对手 排名来看 目前他是第1028位 而他的第三个对手 排名和他一样 而这人 是一位真正的神帝境界强者 五行法则四种圆满 风系踏入本源之境 目风 这青年神帝也认出了目风 这个在五行试炼上 名声传得沸沸扬扬扬的人 风海神域 方谷子 这青年自曝来历姓名 泉水神域 目风 目风抱全道 听闻你在五行试炼中 击败了不少神帝 不过都是使用青天神宝的威力吧 不能使用青天神宝的你 路也到此为止了 方谷子冷笑道 哪怕目风在五行天欲杀出名声 不过境界终究太低 世人更想象他用的是青天神宝的威力 没有青天神宝 你也挡不住我的路 目风平静道 无视对方的亲孽 哈哈哈哈 我可不是那些半步神帝 感受下神帝的力量吧 方谷子大笑 一步踏出 这金色空间中天地目笑 金色的风神之力从他体内爆发 轰的一声 这方谷子突然化为了一道快到极致的金色狂风席卷而来 暴风苍狼斩 他手中神剑凝现 金色剑气凝聚万千的金色苍狼 苍狼汇聚成了一道金石刀光披下 万狼咆哮 这一级神威 强过目风之前遇见的半步神帝数十倍 三元 生 目风双眸中神光绽放 九霄神力 修罗神力 九幽神力 全部达半步神帝之境 三种神力爆发融合 气势狂掌 一剑批出 受神之力咆哮灌注 剑气凝聚成了一道蛮荒巨芽 轰隆隆 蛮荒巨芽轰杀在了金色苍狼上 狂暴的力竞剑气轰碎一道道金色苍狼 势不可挡 碰的一声 这一级直接被狂暴几岁 神骂 方骨子脸色一变 神力领域护体抵挡着一级 下一瞬间 目风化为一道雷光暴杀而来 黑色神雷带着毁灭天地的可怕威压气息 凝聚成了一道金色雷霆崩灭杀下 化为一道大千雷神印 天罚神雷 碰 对方神力领域直接被一印拍爆 这可怕一级轰杀在了这人身区 这方骨子惨叫 被一印崩飞 天罚神雷入体轰碎了他的五脏六腑 撞击在了一座万丈金山上 一级重创 目风收了神力 看也不看对方 从上向的空间通道飞向下一个空间站台 怎么可能 扑吃 这股力量 方骨子望着远去的目风 口吐鲜血 眼眸中全是不敢置信 那股力量 天罚 落眼眸子一眯 这小家伙 掌握了天罚雷霆 一天罚 少年僧人也注意到了那股雷霆的气息 葛廷雪 还有其他几位圣使都注意到了那股突然凝现的天罚气息 小师弟 师兄果然没有看错人 其中某人 灌了一口美酒 小咪咪地望向了那不断向上前行的青年 就是他妈 葛廷雪望着目风 眼眸中神光深邃不知在想什么 修罗族的气息 云苍更在目风身上发现了一股非同寻常的气息 目风进入第四阶段的一战 而这时 他的排名已经猛飙到了七百之列 目风大哥进入前签名了 刘诗运兴奋道 越到后面 强者对手越强啊 越难前行 能杀入前签之名 光芒已经掩盖了太多人 水痕袭经线道 目风哥哥加油 彩儿没有能成为朱天神子 只能在站台再为目风加油打气 而天赐 紫月 也没有出意外 杀到了前签之列 而至于半步神帝境界的要川 凭借自己家族的万千十龙珠也击败了一位神帝 踏入了前签之列 葛仓 杨潇 苏明 还有曹辉 武恒等人更是杀入了前百 再向更高的排名冲击 问鼎前十的空间站台 只有十尊 要成为第一的朱天时代天骄 必须一步步从前十杀上去 咦 那个小子 那炳剑 好眼熟 众多主神中 也有至高神域来的主神 一名中老年相貌 留得八字胡须的中年男子望向 众多诸天神子中时 突然被其中一人吸引住了目光 他目光 紧紧地盯着白子月手中凹凸不平的重剑上 那是 我族当初被盗窃丢失的天眼神剑 这主神谋光一灵 认出了那柄神剑 无数年前 玄武神族发生了一起失窃事件 丢失了一件无比贵重的神宝 一件先天神宝 天眼神剑 当初看守的弟子全部被驱逐出足 目风急杀的九星匪蒙首领 武玄 五名兄弟就是其中之一 至于谁偷的 已经不言而喻 五行神碑上光芒闪动 不断有人踏入前百之列 前百人满 骆远山等人更是在不断击败对手 冲击前十 终于 在激烈的竞争之中 骆远山杀到了第十的空间站台 而他 在等待下一个杀到第十的空间站台 击败他 自己才可以继续踏入第九名的空间站台 快看 前十 问鼎前十 骆远山已经在第十站台等待自己的对手了 会是谁呢 谁和骆远山第一个争夺这场前十之战 亿万神修沸腾 此刻几乎九成的人都将目光凝聚在了第十空间站台 第十空间站台 是一片充斥狂暴雷霆的天地 若是雷神修饰在这里会有极大的优势 一股空间神力凝聚传来 百强之中 又一个人杀到了这里 苏明 这青年额头多了一道黄金铜 正是天眼神族 苏明 两人皆是神第二转境界 第2852章 苏明远山 落远山 苏明眼神微微凝重 没想到 自己将是问鼎路上第一个遇见落远山的人 天眼神族 苏明 苏明抱拳说道 对落远山 他丝毫不敢大意 上一次青年峰会上落远山已经表现出了非凡的实力 强大的血脉 强大的神功 惊人的天赋 落远山绝对是问鼎路上最强的对手之一 落神族分家 落远山 落远山也是一抱拳 久闻落神族弟子神通广大 今日中午可以见世 落兄 请站 请 两人礼貌性客套后 突然 同时爆发了一股绝强的神帝之力 苏明神第二转境界 精细入本源 木系也踏入了本源境界 而他主修神功 精细神力 木系本源神力也会转化入精细之中 杀 苏明低吼 神力如潮 一瞬间化为阿姨到四目金光杀出 他手中 也夺了一柄金色神枪 神枪入笼 一枪洞凝聚万千枪芒 多如流光破杀而来 狂暴的气势让空间中的雷霆翻滚沸腾 焚天绝 燃 落远山体内 一股股可怕的神火焚力燃烧交织而出 化为了九色神火 惊人的焚力席卷天地 下方的山林大地直接燃烧成了岩浆 一全出 九色神火凝聚长芒 膝带漫天火海 狂暴燃灭杀来的无数枪芒 神通 苍狼岁月 苏明脸色为变 一声爆吼 神力疯狂汇聚神枪之中 神枪神光四放 释放出了可怕的神力 指神枪化为了一头金色苍狼咆哮 月影升空 神力攻击力十数倍的提升 嗷吼 这一枪苍狼四月 他灭星辰狂暴杀志 冲破重重火海 九色神火溃散爆杀向了洛远山 洛远山神色平静 手中多出一剑 一剑批出 九色焚天剑气长啸 凝聚成了九头剑皇杀向了这四月苍狼 苍狼狂暴撕碎了一道又一道剑皇 然而第八道 第九道剑皇强势击碎了这一枪 剑皇剑气席卷向了苏明 苏明神通凝聚一道巨大金色法阵抵挡 然而这法阵在焚天剑气中不断被燃烧融化 苏明快使用神童术啊 有苏家强者忍不住大吼道 不过不需要他的提醒 苏明神力一瞬间会聚向了他的第三只神童 天眼神通破灭金刀 这道黄金铜释放出了一股极为恐怖的威压 竟然释放出了一股股恐怖刀器 神童之光刀器凝聚成了一增万丈神刀 威是恐怖蕴含灭士之能 斩 苏明驾驭这一刀 斩碎天地 山河在刀器中被绞碎 狂暴批爆两道剑皇 斩灭重重的火海 撕裂空间杀向了洛远山 洛远山冲天而起躲避这一刀神威 而这一道不断撕碎空间追杀而上 必斩洛远山 天眼神族紫金神铜下最强的黄金神铜树 破灭金刀 果然不凡 有主神大能赞叹道 苏家老祖但笑道 苏明的这一道神铜树 已经达神地境界圆满之功 洛远山 有难了 洛远山族弟子虽然天赋强大 然而 天眼神族也是响当当的神族 洛远山被追上 九火神域释放 不断抵挡这恐怖爆发的破灭金刀 破灭金刀撕碎一道道神力领域力量逼近 欲将洛远山劈杀 苏明嘶吼 第三指神谋也在不断涌动神力控制 甚至留下血位 不错 能到这一步 你的确有些本事 然而意图击败我 还差得远 洛远山神力抵挡着 人在不断后退 少说大话了 成为我问鼎路上的垫脚石吧 斩 苏明怒笑 破灭金刀神威瞬间大涨 他体内神力燃烧涌入神童 神童长痛 而破灭金刀劈碎重重火域 斩杀向了洛远山 我说过 你还差得远呢 今日便让你见识我洛迦弟子 真正神通 洛神血脉 醒 洛远山低吼 体内一股红蓝血脉神力爆发 释放出了一股主神威能 他体内 竟然又爆发出了一种神力 太一神力 一种水属性的本源神力 太一神力 和他的焚天神力 在这特殊的血脉之力下 水火相容 通隆隆 一股红蓝交汇的恐怖神力爆发 一瞬间让苏明这一刀前进不得 压制甚至逼退 洛远山使用洛神族血脉了 那是太一神力 洛神族中水属性的顶级本源神功 洛神族血脉逆天 可让水火相克属性神力相容 数十倍提升威力 给我斩啊 苏明咆哮 眼瞳血泪流出 然而 破灭精刀前进不得 游戏该结束了 洛远山淡淡道 灰秀间水火神力相容 凝聚成了一道巨大的红蓝神阳轰灭杀出 轰隆隆 恐怖的两种神力凝聚瞬间相冲爆发 水火神阳爆炸 惊人的破坏力瞬间击碎 破灭精刀冲击在苏明身躯 苏明惨叫 护体神域宛如泡沫破碎 整个人被轰飞数千里 撞击在空间戒壁之上 苏明 拜 洛远山收了神力 弹了弹自己一刨 转身直接飞向第九站台空间通道 洛远山 苏明咆哮声不甘回荡 太强了吧 洛远山 是啊 我怎么感觉 他还没出全力一样呢 洛神族中能脱颖而出的人 个个都是妖孽啊 不知洛神族的直系血脉弟子 拥有竹宰血脉的洛神族弟子又有多变态 洛远山的实力 让诸天万界的人又一次认清了这个人神族中 第一神族 洛神族弟子的恐怖实力 不错 能将焚天爵太医神功修行到如此地步 这小家伙 体内竟然还有一种神火未出 洛远赞赏地点了点头 他也是洛家的老祖宗级别人物 苏明被击败后 立马服用神丹了张 等待下一个来的对手 而洛远山 也在第九席等待能击败苏明的人 不久之后 又一道身影杀入第十空间站台 这人是个光头青年 头顶戒巴 骨铜色肌肤 五官刚毅 肌肉线条分明半披 袈裟半裸上半身 万佛圣玉苦陀四弟子 苦行 是他 许多人都认出了这个佛修青年 也是个威名赫赫的人物 第2853章 星辰神体 过弥陀佛 没想到在这里就遇见了苏明施主 苦行双手和时道 苦行 苏明眸子一名 这苦行也是一位神帝境界二转的佛修 据说修行了大金刚经 肉身成地 本身也精通两种本源神力 实力着实可怕 看苏明施主气息 有伤在身 给苏明施主一个时辰恢复 应该够了吧 苦行谋光平静道 没有选择这时候称人之为 哼 不需要你同情本公子 来吧 苏明冷哼 苦行的行为让他感觉到了一种轻蔑之意 苦行身躯不动 没有出手 让苏明疗伤 可恶 谁需要你同情 苏明健壮怒吼 神力爆发 然而下一刻牵动体内伤势 面色潮红 一口鲜血吐出 脸色苍白 刚才落远山鼻却把他打得不轻 苏明无奈 也只能压制心中憋屈疗伤 一个时辰后 苏明战苦行 苦行全身环绕坚不可摧的金色佛咒 整个人宝香庄严 和苏明大战一起 神通对碰不休 这苦行的肉身的确可怕 可硬抗神通 佛光浮沉之间 全脚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力量 苏明最后用出了破灭精刀神通 也才勉强将他肉身挤伤 不过这苦行的一道大然精硬带着无上威能 正面破灭精刀 大败苏明 大然精硬 也让全场震撼了一把 那可是苦途寺的最强本源神通 竟然被苦行修行误成 苦行进入第九空间战台 遇见了落远山 两人又开始了一场 引得全场沸腾的战斗 最后还是落远山实力神通更强一筹 击败苦行 一路飙升 进入第八战台 苦行留守第八战台 等待后面的挑战者 最后杨潇 曹辉 武恒等人也重层层的选拔之中 来到问鼎前十的空间月台 苏明击败了曹辉 武恒 晋级第八 苦行向上晋升 而落远山也是依次向上晋级 最后杨潇击败了苏明 却也败在苦行之手 葛仓后绝而上 一众众杀上巅峰 最后和落远山二人遭遇 文回血脉 备战落神血脉 这两人代表势力本也是同出一员 两人的战斗更是引得全场一阵阵热潮 大战三天四夜 各种神通轮番出手 然而 最终落远山显胜了葛仓一筹 战略问鼎第一 而后面的人马 也在不断淘汰 不断晋升 杀入前百强 甚至前十强 而前十强 占位落远山 葛仓 苦行 杨肖 宋明 武衡 曹辉 后又杀入一名天女 牡丹神女 以及一位剑神 李纯刚 后光明圣玉 落长空一路横推杀上第三 取代苦行 而前十名初后 后面的人也几乎没有人能重新杀入第十之内 而后面的人 也有几匹黑马 冲入前百后一路推进 第八十空间站台 一名身材伟岸的青年杀入了这一席 这青年 一身黑袍 某威滚滚 头上一对天魔直角 面容刚毅英武 双眸之中 竟然有九星沉沦之意象 天魔神域 摩天祥 这青年淡莫道 望向他的对手 摩天祥 清晨神体的摩天祥 他的对手是名妖神 本体上古神兽朱雁一族 实力也是极为恐怖 摩天祥 是他 他竟然走到了这一步 这人不是曾经摩武界的第一天才 慕风的姐夫摩天祥还有谁 当年他先一步离开中等未念 独身闯入神界 进去天魔神域 得大能看重 步步走到今天 朱飞子 这朱雁青年抱拳道 两人神力涌动而起 气势滚滚如潮 朱雁身后燃烧起了一股赤红色的滔天神火 整个人咆哮 化为了一头通天火源妖神 杀 朱雁巨大一掌拍杀而下 朱雁神火燃烧凝聚 化为了一轮巨大红日凝聚掌中轰杀落下 太阳星神 生 摩天祥身后乾坤中 只见一道释放惊人太阳神力的恐怖星辰升天而起 一股雄厚的太阳神力涌入他的体内 摩天祥一拳暴杀而出 这一拳宛如刺目骄阳 狂暴轰碎了朱雁的这一掌 两股能量疯狂对抗 随后只见 他乾坤中 又一轮释放无尽寒力的神星冲出 一轮金色神星冲出 三种星神之力轮番攻杀 摩天祥视如长虹升空 神通变化无穷 打得朱雁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最后朱雁被太阳星神力冰封 连忙高好认输 好 摩天祥的师尊 一位摩道主神高升叫好 罗明兄 你可是收了个好弟子啊 星辰神体 不知觉醒了几种星神之力 有主神孝道 星辰神体也分高低 最强的九星神体 掌控九种星神之力 神通之强 同境界中几乎无敌 除非其他其中逆天体修行极致 而摩天祥 目前来看至少觉醒三种本命心神 呵呵 以前觉醒了四种 如今觉醒了多少 老夫也不知道了 罗明摩主笑道 四种 其他主神文言动容 刚才动用三种 已经将朱雁族的那小子打得没脾气了 天祥若是修为能有二转神帝 前无必有他名 可惜了 一个万魔神域的主神探道 万魔域 包括天魔神域 虽然不是至高神域 不过可是上百个魔道尚未神域联盟 势力而言 不若至高神域 星辰神体 难怪你有自信和我赌了 若眼望向少年僧人 星辰神体修行道的极致 九星圣体 威力不会比六道轮回体 天火焚天体 时空神体弱 呵呵 你挑的那个小家伙也不烦啊 大黑天的子孙吧 少年僧人淡笑 露眼闻言 毛子一眉 这家伙 眼光一如既往的毒辣 第九十站台 穆峰 击败他的对手 直接从百名开外 传送到了这方站台 杀入前百 穆峰大哥杀入前百了 刘诗韵兴奋的脸色潮红 他代表了悬水神域 悬水神域历史上可是没有出过如此人物 穆峰 穆师兄加油啊 权水神域的弟子们也是激动大吼 穆峰代表的一直都是权水神域 他们也跟着沾光 精灵启示池中物一域风云变化龙啊 流川神帝忍不住惊叹 金言神域后悔妈 第2854章直逼前十 金言神域一方 许多弟子神色黯然 本来穆峰是他们金言神域的人 这份光荣也该属于金言神域 谁知公主竟活生生逼走一个天才 一个杀入了诸天万界前百的天才 这样人物放在任何一个上等神域 不是当宝贝一样攻着 林南也是脸色阴沉 如今的穆峰 未来的潜力恐怕都是他所得罪不起的人 金言神宫中 一直关注穆峰的金言公主 枫颜脸色更是精彩 穆峰 一个他金言神域的弃子 如今金却杀入了诸天神子前百之列 是他 是他活生生逼走了这么一位天才 一位前途无量的人 未来穆峰的是若是惦记如今的仇恨 金言神域不一定承受的其他将来的怒火 大哥 我们真的有必要好好证实这件事情 考虑和穆峰关系了 不说他背后还有一尊主神大能 他如今的潜力 未来恐怕也是难以估量啊 风雷也出言叹道 难道 我当初真的错了吗 要让我向这小子低头 风言起身 望着金言神宫之外 心中五味杂陈 将陈领他们放了吧 不然 未来我们的矛盾只会和穆峰越来越激化 如今 还没有到不死不休的地步 我去准备些礼物 风雷叹道 金言神帝文言长叹一声 罢了罢了 怪当初自己看走了眼吧 他也不想得罪一个未来潜力无限的天才 而且他背后还有一尊主神啊 传令 将陈领他们全部释放 官复原职 不 全部官升一级 好好弥补 金言神帝叹道 大哥英明 一场诛天事恋 将改变的是无数人的命运 空间站台上 万首咆哮 蛮荒牙狂暴及杀而出 狂暴的力量打爆了对手的神通 随后沐峰口中雷霆响动 吐出一道黑色天阀雷光打爆对手的防御神域将其重创 在这名神帝震惊的目光中 沐峰踏入下一方空间站台 而他 竟然直接来到了前二十的空间站台 快看 是沐峰 不可思议 一个半帝 竟然接连打败如此多神帝走到这一步 前八百名中 几乎都是神帝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 这才半步神帝境界啊 而沐峰这么一个异类 半步神帝的异类 竟然杀入了前二十 再进一步 他就可以直接挑战前十了 此刻的沐峰 已经是吸引住了许多人 甚至主神都注意力 那个青年是谁 他是修罗神域 云苍周梅问道 他身后也有一群主神 其中 有光明圣域麾下的上等神域主神 回云圣史 这青年名沐峰 具体背景不详 代表选水神域而来 而他背后还有一尊主神师尊 那主神来历神秘 不知什么来历 不过此人的确是修罗神族 一位主神大能回答道 沐峰 修罗神族 云苍双眸凝视着沐峰所在站台 多了分神念放在了他的身上 天羽魔神族 当初因为云非族长的事情 已经和修罗魔神族关系极度恶化 理论上而言是死敌 是你 沐峰 排名第二十的男子望着沐峰 偌大的身躯释放出了一股股胸威 这人身高级米 宛如一尊铁塔 肌肉充满了惊人的力感 太刚 沐峰望着这人 正是泰坦神域当代第一天才 太刚 有意思 没想到 你一个半步神帝竟然能冲到这里 不过你的路 也到此为止了 太刚望着沐峰冷笑 虽然关于沐峰有许多传言 不过他依旧不相信 不能使用轻天神宝威力的沐峰能爆发多强的实力 我的路 你挡不了 废话少说 出手吧 沐峰神色淡漠道 呵 狂妄 我可不会大意 太刚一声低吼 整个人突然化为了千丈巨人 肉身涌动可怕的力量 战争践踏 千丈泰坦神怒吼 双拳轰击落下 大地翻滚 一道道土系神力凝聚 化为了无数的流星冲天而起 每一道大有千丈 整个天地凝聚满了充斥神力的流星 通隆隆 一道道流星冲天而降 狂暴轰杀向了暮风 宛如十万增火山从天暴风 爆发 淹没大地 轰隆隆的暴鸣声中 无数流星杂落爆炸 几乎淹没了暮风身躯 完全将大地砸得千疮百孔 天崩地裂 就这点能耐吗 爆炸的无数流星中 一道身躯环绕黑色天法神光 漫步而来 他身披紫金神楷 恐怖的爆炸冲击波 能量轰击在他身上丝毫作用没有 不可能 太刚眸子一缩 狮神狂吼 好恐怖的肉身有关注到暮风的人都无意不适震撼 这小子的肉体 已经达神帝境界上成了 他怎么修行淬炼的 一位主神经声道 这样的肉体 恐怕神帝之中 不用神宝 没有多少人能毁得了啊 大地神木 太刚咆哮 凝聚天地间所有大地神力 整个人冲杀而来 大地神力凝聚 化为了一尊万丈十人轰杀落下 他一拳出 凝聚的大地神灵也是一拳崩涅杀来 嗷吼 只听天地间一声咆哮 一道黑色的荒龙雷霆凝聚九雷九龙神力 外加天法神威轰涅而出 烘龙龙 大地神灵一拳汗杀在这黑色荒龙雷镜上 荒龙咆哮 一爪凝聚所有力量轰涅杀法 碰碰的爆炸声响 只见这土黄色大地神灵被活生生打爆 化为漫天碎石 狂暴打碎了大地神灵 不 太刚一声惊吼 荒龙一爪轰击在他神区 神力领域瞬间溃散 九龙十雷之力爆发 太刚惨叫 巨大身躯被崩飞 血肉横飞撞飞数千里 太刚口中不断翻滚吐出鲜血 望向目风 眼神之中满是惊骇 目风一挥一袖 收回扑天盖地的神力 甚至没有多看目风一眼 直接进入下一方空间站台 第十一尊空间站台 目风身躯凝现 寂静 此刻几乎有半数的亿万神灵 将目光凝聚在了这个半部神帝境界的青年身上 未入地道 却在地道中杀出了一条黄黄血路 同时 一道熟悉的身影也来到了这里 摩天祥 第2855章 姐夫舅子 第十一站台目前的首类人 目风也认识 狄 雷道神修 神帝境界二转的强者 而摩天祥 目风 竟然同时来到了这里 目风 狄荣认出了目风 当初在天运奇真格 他还想购买目风的焚雷玉随心 不过目风并没有答应 他还盯过目风一阵子 想动手强宝 不过却没有机会 目风 好久不见 摩天祥望向目风笑道 是啊 好久不见 有两百年了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目风望着摩天祥也露出了一抹笑意 和摩天祥也是朋友了 更重要的是 他是姐姐穆灵儿的未婚夫 早在五行天狱中 我就知道你 一直想见你 可惜都错过了 五千株天神子试炼结束的时候 我想找你 不过临时突破又被耽误了 很高兴 当初打败过我的你也走到了今天 没让我失望 摩天祥过来笑道 和目风互相一个雄抱 看样子 你混得不错 哈哈 当初来神界之后 我直接去了天魔神域 结果差点被那个皇子弄死 还好我展现了我的天父 被师尊看重收为弟子 当初欺负我姐姐的那个人如何了 目风问道 他已经被我暗中宰了 你姐姐呢 灵儿过得还好吗 摩天祥问道 他在先见呢 过得很好 一直很牵挂你的安危 灵儿 摩天祥闻言眼神都变得温柔似水 叹道 让他担心了 也让他等太久了 如今我已经天魔神域站稳脚跟 这次诸天神典结束后 我便去先借接他 如此最好 你若敢辜负我姐 我是会杀人的 两人多年未尽聊了起来 而远处的狄戎脸色却是黑了 这两个家伙 竟然敢无视他 一个神帝境界一转 一个半步神帝 本源都没有领悟的家伙 竟然敢无视他 不可忍耐 你们两个 有完没完 狄戎冷喝道 要来挑战快点 你们是来叙旧认清的吗 两人眉头一皱 我天祥冷漠道 你急什么 有你挨打的时候 我天祥何尝不是霸道的性格 呵 真会说大话 星辰战体就很了不起吗 你们两个 谁先来受死 一起上也可以 狄戎激凤道 神帝境界 每上一众楼都是一个大的实力跨越 其中差距成几倍是翻掌 别小看那几倍 同样的神通 神帝一转是十的爆发力 加上神通的十倍强化 爆发一百的战斗力 而神帝二转的 三十的爆发力 同样神通的十倍强化 就是三百的战斗力 轻易越一转神帝 理论上而言 两个神帝一转的强者 也不一定是神帝二转强者的对手 当然 功法的强弱 神通的强弱 同境界神帝中中战斗力 也相差很大 而狄荣 主神弟子 绝对不是其中弱者 话说回来 这里谁都不是弱者 只有更强的人 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摩天翔望了狄荣一眼 神色平静 你先吧 呵 你这家伙真会捡便宜 好吧 我先吧 先错错他的锐气 摩天翔走向了狄荣 而目风后退 望向两人即将开始的大战 用出你的权力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狄荣淡漠说道 乾坤中两种本源神力爆发 金黄色的神雷笼罩天空 狂暴的气势极为骇人 手中多出了一柄金黄色雷霆神刀 如你所愿 我天翔乾坤中 一股股可怕的心神之力爆发 只见一道道神星升天而起 太阴神星 太阳神星 金系神星 木系神星 水系神星 一瞬间 五道神星升天而起 五行交汇 五种恐怖的心神之力浩瀚升空 五星战体 摩天翔竟然已经觉醒到了这的地步 亿万神修惊呼 震惊地望着五道神星 这家伙 狄荣望着五道神星 脸色也是变得凝重起来 先下手为强 杀 狄荣眼眸中金黄色雷神之力爆发 一声低吼 化为一道爆雷之光是来 一刀汇聚漫天神雷踢出 刀气咆哮 威力数十倍翻掌 化为了一道黄金雷兽咆哮奔来 这雷兽气势磅驳 碾压一切 太阳神火 燃 大日神印 摩天翔五星转动 太阳星神力燃烧 凝聚化为了一道遮天神印轰落而下 绽放万里精光 太阴神潮 冰封万里 同一时间 太阴星神力咆哮 化为一股寒流随后而至 黄金雷兽崩腾间撕裂大日神印 势不可挡 然而 随后的太阴神朝席卷而来包裹天地 瞬间冻结黄金雷兽 化为一道巨大冰雕 黄金雷兽释放无尽神威 冰雕隆隆而响 碰得一声爆炸破灭 然而下一瞬间 木星神力凝聚万千神漫缠绕而出 呼声声包裹住了黄金雷兽 尽管他在不断挣扎 可是 下一瞬间 精细神星竟然化为了一道烈天剑轮劈出 轰得一瞬间劈爆黄金雷兽 四种神通几乎起初 配合之下爆发惊天战力 金色剑轮劈向了狄戎 狄戎脸色大变 灰刀劈爆剑轮 这家伙 释放神通的速度太变态了 可是下一瞬间 一道道神漫缠绕而至 包裹住了他 狄戎挥动刀光 劈碎条条神漫 可是下一瞬间 一股恐怖寒流当头笼罩而下席卷天地 不 狄戎怒吼 整个人联动神力领域瞬间被冰封包裹 这让人眼花缭乱的神通释放速度 看得诸天神修目瞪口呆 星辰战体 真正为战而生的逆天神体啊 破 而这时摩天祥狂暴一拳燃烧太阳星神力崩杀而来 轰击在冰封之上 两股星神力瞬间爆发释放 扑斥 狄戎惨叫 堂堂神第二转 被打得如此凄惨 整个人被崩飞 水星神力瞬间凝聚一汪神海空间困住了他 太阴神朝席卷而出 神海成兵 彻底将狄戎冰封冻结其中 整个人的表情凝固 眼眸中还有不敢置信的神色 好小子 努力干 杀入前十 罗明主神甚至直接激动大声叫好 老哥 淡定 其他魔主苦笑 不过眼眸中也是惊叹 摩天祥的神通修行威力 配合都太过完美了 若是九星神体圆满 他神地一转 恐怕可以打神地四五转的强者 这家伙 也是越来越强了 目封暗精 摩天祥比起曾经的时候 强大太多太多 第2856章 暴打二转 以后别人说话的时候不要乱插嘴 会挨打的 摩天祥忘了狄戎一眼冷笑 狄 哇 狄戎大怒 怒火攻心下又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脸色苍白 目封 周天使恋结束再聊 我在上面等你 摩天祥道 他相信 目封一定能杀上前十 嗯 去吧 期待和你交手 目封淡笑道 摩天祥直接通过狄戎镇守的空间通道 直上第十空间站台 摩天祥 杀向前十 目封望向了狄戎 但莫道 给你一个时辰疗伤 目封轻描淡写的语气让狄戎心中更怒 目鹤道 不需要 你区区一个半步神帝还不值得我全力出手 目封摇了摇头 冷笑 给你脸 你的药 不然一会儿打脸的终究是你自己 我可不想一会儿打败了你 你又说我是称人之为 目封 你欺人太甚 狄戎暴怒 庭内雷霆神力爆起 也不顾自己伤势杀向了目封 黄金雷神刀劈出 只见一道道恐怖的黄金雷霆刀刚交织杀来 重重叠叠劈杀向了目封 神威之强也远远超过神帝一转境界的强者 哪怕他用了三成功力压制伤势 依旧比神帝一转的人强 目封的应该到此为止了吧 神帝境界二转 和半步神帝的差距天壤之别 他再怎么强 也不可能强到击败神帝二转的强者吧 嗯 虽然狄戎刚刚受了伤势 不过依旧不是目封能对付的 他能杀入前二十 已经是很逆天了 这小子 能不能创造奇迹呢 八成神修 甚至许多主神都将目光汇聚在了目封身上 这可以说是跨越度最强的一战了 持空神力 转 目封体内 一股金黄色的神力融入了几种神力中 这三道神力瞬间以数十倍的速度运转 目封的气势更是一路狂飙 通隆隆 一股惊人的黑紫色神力翻滚爆炸而出 蛮荒芽 目封嘶吼 一剑杀上 万寿咆哮 这蛮荒芽一剑轰碎万千匹来剑钢 抵挡住了这猛烈的雷霆刀钢攻势 挡住了 怎么可能 狄戎大惊 他可没有轻敌 万雷黄金落 狄戎身后 乾坤雷界浮现 雷霆神力翻滚如潮 咆哮之间金黄色的神雷化为了一道道数十米直径的恐怖闪电劈杀而来 闪电之中 还蕴含了一股股爆裂的刀器 雷战 我目封就没怕过谁 万劫雷欲 目封大掌一拍虚空 雷霆漩涡凝聚 万千十色神雷释放 整片天地化为雷浆 轰轰轰 只见无数的神雷闪电在这空间站台中被轰爆炸在一起 恐怖的神威让整个万里空间都充斥闪电 大地被轰击的千疮百孔 这爆裂的雷霆弓势不断轰击之下 看得其他人头皮发麻 脸色惊变 怎么可能 目封 竟然有正面对碰二转神帝的恐怖实力 这小子 到底什么来历啊 或者说 他背后的那一位主神 什么来历 不少人主神眼眸都凝重起来 能对抗神帝境界二转的强者 这可有些太过逆天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连一个半部神帝都解决不了 不可能 黄金断灭 狄容内心咆哮 面目睁獰起来 挥动黄金雷神刀 凝聚漫天黄金神雷 化为了一头形如猛虎的黄金雷兽轰杀而来 黄金雷兽咆哮 震碎道道劫雷狂暴崩杀而来 一掌汇聚恐怖雷神之力拍杀而下 凝聚刀气锋芒 目封一剑爆杀而出 剑芒被一掌轰碎 狂暴的雷霆尽气碎剑气冲击在目封身躯 哼 目封整个人 被一巴掌拍飞 黄金雷兽咆哮杀至 又狠狠撞击而上爆发 轰隆隆的雷霆爆炸声中 目封的兽神天凯爆碎 整个人被轰杂落入破碎的大地中 吼 黄金雷兽咆哮 气势惊人 我就说麻 半部神帝 怎么可能打得过神帝二转 一名主神冷哼 这人正是狄戎的师尊 半部神帝 妄谱挑衅我的威严 不自量力 狄戎冷笑 不错 打疼我了 然而这时 下方大地爆裂 目封身躯冲天而起 衣袍虽然凌乱 然而气息稳定 没有什么伤势 你 你 狄戎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这家伙 竟然还站得起来 场外之人也是震惊 这家伙 肉身也太变态了吧 不可能 装枪作势 这一次打抱你 狄戎咆哮 凝聚黄金雷兽再度杀出 九霄 崩龙 目封眼眸中雷神之光大放 体内乾坤龙吟咆哮 九道雷霆荒龙之力爆发 天罚神雷之力爆发 一头黑紫衣雷到神龙怒笑杀出 龙爪凝聚天罚神力对轰在狄戎的黄金雷兽上 轰隆龙 两股恐怖的雷神力对碰 空间炸裂 只见着黄金雷兽的这一爪竟然寸寸爆炸 随后蔓延全身 枕头黄金雷兽爆炸了 扑斥 狄戎气机反噬 一口鲜血吐出 眼眸中全是不敢置信 地空步 木峰一步踏出 时空神力溺乱 只是一步 却瞬间穿越至了狄戎身前 数十道剑气批出击打在了狄戎的神力领域上 不断劈碎领域 狄戎被动还击防御 木峰 战至上风 而这时 他又一指点出 时空神力爆发凝聚 化为了一道黄金漩涡吞噬笼罩而出在狄戎这片空间 呼咚 击灭 狄戎只感觉 一股奇特的力量涌入自己体内 他还没来得及用神力压制 他的气血竟然瞬间老化衰退 境界从神地二转 瞬间衰弱到神地一转巅峰 神力瞬间蒸发一大半 我怎么了 狄戎大惊失色 然而这时 一道漆黑色的蛮荒牙咆哮杀来 轰灭他的护体神域 几岁道道黄金刀气绷杀在狄身躯 扑斥一道血剑化过场 狄戎惨惨叫 整个人被一剑崩飞 轰隆隆的雷霆声中 沐峰又杀灭而来 道道剑气劈在狄戎身上 狄戎被撕裂的血肉模糊 最终被一剑拍入大地 贪软躺在地上 沐峰收礼 诸天极静 神地二转 败 败了 第2857章 后来居上 败了 神地二转的狄戎败了 我特么是看花眼了吗 有人揉主眼睛 甚至重新释放神念 怎么可能啊 狄戎竟然败了 这沐峰真的这么变态吗 狄戎师兄 狄戎雷云神域的人 一个个脸色发烫 又震惊地望着这一幕 狄戎竟然败了 这小子 到底什么来历 不说这些人 甚至八大圣使 都对沐峰感了兴趣 持空神力 他 修行至高法则 路眼眸子一眯 他分明感受到了一种 和梦儿相同的力量 不可能 怎么可能 我 我竟然败在一个本源 都没有雾透的小子身上 怎么可能 狄戎贪软在地上 双毛呆滞 败给摩天祥 已经够屈辱了 而现在 他还败在一个本源 都没有雾透的人身上 沐峰收了神力 体内气血燃烧了大半 他也付出了不小代价 时空神力如此运转 对他身体消耗很大 而这时 摩天祥击败李纯 踏入前十之列 挑战问鼎第九 沐峰击败狄之后 没有继续向上挑战 现在的他 再占一位神第二转的强者必败 他留在了第十一号空间站台 而狄戎被空间之力传送下调 排名下降 来到了第十二空间站台 后面排名 依次下调 这家伙 终于停住了 人们望去沐峰没有继续向上挑战 松了一口气 若是让一个半部神帝杀入问鼎前十 其他那些神帝的脸面放在何处 李纯排名从前十滑落十一 和沐峰必有一战 不过沐峰并未恢复 弃全了这一战 下调十二 狄戎也自动下调到排名第十三 摩天祥却是一路开了挂一样 一路平推而上 战斗力爆表 他不是觉醒了五星 而是已经觉醒了六星神力 星辰战体的恐怖神威在世人面前展现 摩天祥从第十 一路杀到了第三 最终被洛长空击败 排名定在了第四 取代苏明 后面也不断有人杀上来 挑战李纯的十一排名 不过都止步于此 李纯好歹也是问鼎上前十的强者 一身剑道神通极为高深 要穿杀去了前两百就没有继续冲击了 他毕竟不是专长战斗 天赐杀入前百后也没有继续冲击排名 他还有实力上冲 太过招摇曝露自己的手段可不是一个暗客的风格 而紫月却是不断向上挑战 竟然杀上了前十 而他和李纯的那一战 让全场见到神修都为之沸腾 最终白紫月击败李纯杀进前十 挑战帝十的牡丹神女 九天剑经 洛神玉的主神门镇经 白紫月使用的神功 分明就是出自洛神玉界的一个顶级剑道宗门 九天剑主的九天剑经 九天剑气太过明显了 这白紫月怎么会九天剑经 莫非是九天剑主受的弟子传人 问鼎第十战 无名散修 白紫月 请站 白紫月望着这个面带杀精 一袭粉色百花长裙美丽的宛如九天神女的女子抱拳说道 无名散修白紫月 牡丹神女狭长的丹凤美眸望着白紫月 一个散修 能走到如此地步吗 必然也是有大机缘其遇的人 百花神玉 牡丹 应战白公子 牡丹神女唯唯一礼 声音让人如雨春风 风 白紫月一跺脚 体内九天见到神力 受神力 天眼剑戏 开 他整个人一瞬间 宛如一柄爵士神剑释放了锋芒 灰秀之间 剑戏如龙 凝聚成了一股恐怖的剑巢席卷杀向了牡丹神女 细看之下 剑巢是无数的神剑凝聚惠聚 攻杀之间气势磅驳 万花允 莲药 牡丹女神体内 一股木戏本源神力 还有金戏本源神力一同释放 只见一朵朵巨大的金色莲花凝聚绽放 转动之间 竟然带着无上锋利撕裂向了剑巢 美丽的花朵之中蕴含惊人的神力 金莲爆射 片片莲花宛如一道道力剑击溃剑巢 反杀向了白紫月 白紫月一声清喝 挥动封印的天眼神剑 凝聚九道烈天剑芒 批入花裙 花裙被一片片极暴撕裂 九道剑芒从天而下 暴杀向了牧丹神女 然而牧丹女神上空百花齐放 凝聚成神阵 肩不可摧 稳稳地抵挡住了白紫月的这一剑 白紫月九剑合一 踢爆百花神阵 然而整个人瞬间被一朵绽放的红色玫瑰笼罩 玫瑰燃烧 释放出了恐怖的坟粒 随后又一朵金色莲花笼罩将白紫月困住 让玫瑰焚砂 百花神域的神通 看似为美 其实威力无穷 百花神域也都是美丽的百花神灵 没有这实力早就被人家践踏 归虚 然而这时 金色莲花中 一道黑金色剑光洞穿空间 狂暴击碎了这金色莲花 破花而出 怎么可能 牡丹神女脸色一变 一道凝聚至极的剑气洞沙而来 刺穿了她的神力领域 黑色重剑定格在她头颅前 再近一寸就能击报她美丽的头颅 牡丹神女 拜 白紫月有些狼狈地从火海中出来 若不是她修行了兽神天楷 刚才恐怕地被焚杀了 白公子好神通 牡丹 拜了 牡丹女神咬了咬粉嫩的红唇悠悠道 白紫月收了神剑 向她行了一道剑客之礼随后飘然而去 紫月杀入前十了 不但杀入前十 她还继续向前推进 杀向了第九 雷刀神域的曹辉 两人激战很久 紫月惨胜 又踏向了第八的武衡 武衡的防御太变态了 被封印了天眼威力的紫月 没有能打破武衡防御 竟然落得个平局 两人休息许久后又再次一战 而这一战白紫月用出了 对她消耗最大的一道神通 天地归及放才打破对方 恐怖防御及伤对方 击败武衡 杀入第七 杀向阳枭 不过这一战 她败了 败给了赤阳神体 已经修行到圆满的阳枭 伤得很重 白紫月排名定在了第八 武衡第九 曹辉第十 百花神女叠出前十 后面排名依次跌落 而这时 急进了很久的目风 终于又开始冲击排名了 她这一动 瞬间牵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冲击 前十 第2858章 时空惊世 快看 目风动了 她进入空间通道了 我去 不是吧 这家伙 难道要冲击前十 可能吗 她的修为 能走到如此地步 已经是极为逆天了 不可能杀得进前十吧 目风一动 顿时牵动了所有 关注她的人的心 路眼 你选的这个小家伙 你认为她能杀入前十吗 少年僧人饶有兴趣问道 不知道 路眼干脆说道 我说她可以 不过 不太可能超越得了摩天祥 少年僧人淡笑道 不一定啊 那名梦儿的女子却是神秘一笑 美目光芒流转 注视向了目风 目风 踏上空间站台第十 第十空间站台 天地间是一片岩浆火海 浓郁的火系法则和神灵之气 对火系神修而言 这里战斗会有很大的优势 一座高山之上 一名身穿蓝色长袍的青年正盘座巅峰 身旁插着一柄黑色雷刀 整个人散发着一股极为伶俐霸道的刀士 雷刀神域 曹辉 也是当初和耀川等人赌食 惨败的纳德曹廷的大哥 空间之力涌动 目风身影出现在地十的空间之中 盘座恢复的曹辉 双眸中释放出了一道黑色雷光 又来了一个找虐的妈 不是人人都是白紫月 摩天祥 之前十个挑战他的人 也只有白紫月 摩天祥战胜了他 全水神域 沐风 请四教 沐风望向了曹辉淡墨说道 他眸子为咪 这人体内 好惊人的雷压 这股毁灭气息 是毁灭雷神道 沐风 我知道你 曹辉站起了修长的身躯 望向了沐风 五行天狱 我找过你的下落 可惜让你逃了 我弟弟曹亭知道吗 曹辉望着沐风冷冽道 曹亭 沐风回想了一下 突然想起了这人 赌食欠他盒要穿一百多亿的那个 当初你盒要穿套路他赌食 让他深欠俱债 害我弟弟被责罚 这笔账得算在你们头上 曹辉冷漠道 呵 可笑 既然你弟弟还欠我债 我没有逼他喊你不但不感激 还敢让好意思对我冷眼相待 沐风激缝笑了 还有这种人 欠人家的 搞得人家欠他的一样 大哥 杀了他 将他碎尸万段 人群之中 曹亭暴怒出声 一见沐风就想起当初屈辱的场景 曹家弟子被逼得裸奔啊 辉哥 好好教训他 曹家弟子们也是一个个义愤填膺 恨不得把沐风吃了 之前的事情可是让他们在曹家中成为了笑柄 废话少说 来吧 我赶时间 沐风淡漠道 狂妄 曹辉一声大喝 口战惊雷 顿时一道黑色雷光凝聚 话为了一道可怕的闪电暴击杀向了沐风 带着一股惊人的毁灭气息 同一时间 他身躯一动 提着毁灭雷刀暴杀而来 沐风体内所有神力疯狂运转 一道天罚神雷轰灭杀出 击爆了这一道毁灭雷光 他也提见杀向曹辉 在无数人期待的眼神中两人神力对碰一起 天雷风神斩 曹辉一刀披落 漫天雷神力凝聚成了可怕的雷霆刀器 汇聚成芒 这一刀中竟然蕴含的突破本源的刀到法则神力 外加雷系本源 金系本源 猎天刀芒千万丈 狂暴披落杀下 狠狠披裂了沐风的神潮之上 撕裂神潮 沐风剑出 五系神文凝聚 五行圆满的法则神力强化五行神文 一头五彩剑皇长效杀出 燃烧毁灭剑气之火 通隆隆 天雷风神一刀披杀在五行剑皇之上 刀剑之气对碰不下 然而 下一瞬间 曹灰挥刀以惊人的神通释放速度 劈出三刀 接连劈在剑皇之上 剑皇哀鸣 被四刀劈爆 然而 下一瞬间 沐风一手成全崩灭 龙鹰咆哮 只见一头黑色雷霆荒龙目笑杀出 九霄崩龙 九龙石雷之力爆发 恐怖的神力轰灭四刀毁灭雷霆神盲 天罚神力汇聚一爪狠狠拍向曹灰 赤油两把刷子 毁灭雷暴 曹灰冷静面对 神刀搅动乾坤内的神力 毁灭神雷狂卷杀出 化为了一道通天彻底的黑色雷霆龙卷轰击吞噬而来 吞噬枕头九霄崩龙 吼 九霄崩龙咆哮 被困在这一道神通之中 毁灭神雷不断释放击打 即止于此了妈木风 曹灰冷笑 挥动神刀 一瞬间 千百刀毁灭雷光劈的木风的神力领域不断爆炸破裂 可 木风暴已冷笑 被封印的青天神谋 众一股股心神焚力无法外放出谋 只能涌入他自己体内 一瞬间 三种心神之火燃烧 同时木风体内 久消 久忧 所有神力燃烧而起 焚噬莲华 神火滔天 凝聚成了一朵黑色神莲绽放 一圈圈恐怖神火席卷而出吞噬毁灭雷刀 焚烧的空间融化 不好 曹辉脸色一变 这股焚力竟然能等焚灭他的神力 曹辉神驱暴退 然而 下一瞬间 木风瞬间而至 同时一股神通法闻席卷而出 久消老狱 持空神力 久消雷神力全部转化空间神力释放 溺乱空间 曹辉只感觉 直接瞬间陷入了一个恐惧的泥潭之中 速度慢了无数倍 既止于此了吗 木风冷笑回应这句话 在这空间中却快如鱿鱼杀来 一道蛮荒牙狠狠释放轰击在曹辉身躯 曹辉惨叫 胸骨破裂而退 后退速度也是奇慢无比 随后 一剑 两剑 一道道蛮荒牙狂暴轰击在曹辉身躯 曹辉惨叫不断 如同一个沙袋被木风暴打 怎么可能 曹辉大哥 还手啊 曹家弟子们不敢置信地望着这一幕 陷入了封印神通吗 其他人也是震撼不已 持空 神力 一位为主神眼眸中更是绽放出了震惊之色 这是一位领悟时空法则 修出时空神力的绝世天才 传说中的时空神体 顿时 许多人望向木风的眼神火热起来 一个时空神体天才 可是一个天生可以移动的修行圣地啊 时空神体 阴王这一刻 也是满脸懊悔之色 自己怎么就交悟了如此一个天才呢 他如果加入真一神朝 真一神朝千百年后必然势力大涨 将无双和时空神体比起来简直一文不值 算个屁啊 第2859章 最强防御 这一招 也在主神门的眼皮子底下 曝露了时空神力 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比星辰战体现是引起的震动还要巨大 砰 又一箭轰击在了曹辉身躯 曹辉直接被打退出了九霄牢狱 整个人砰的一声撞击在了一座火山上 整座火山崩塌 爆发出了温度惊人的岩浆 曹辉被打落入了火山 全身的骨头不显得断了多少 这也是他境界高 若是半部神地矮木峰这么多箭早就被打爆肉体了 曹辉 拜 木峰问鼎前十 辉哥 拜了 曹家的弟子们都是目光呆滞 曹辉 竟然被打落前十了 不可能 大哥 大哥怎么会败给这个家伙 曹廷更是不愿意相信 一直以来在他心中都是曹家无敌的大哥 今日竟然拜在一个半部神地手中 木峰 曹辉从岩浆中冲洗 双眸赤红望着木峰 胸膛血肉模糊 骨头都断碎了 拜了 自己竟然被一个半部神地打败 屈辱 一股强烈的屈辱之意充斥心间 你拜了 你弟弟欠的债 记得让他还 木峰淡默说道 要飞向下一个空间站台 站出 我还没有拜呢 曹辉咆哮 直接燃烧自己的本源神力爆发 可是 下一瞬间他又惨叫出生 体内一股修罗神力爆发 平常可以压制的修罗神力陷在他重伤的肉体中燃烧 不得不收了神力 压制自己的伤势 木峰未再看他一眼 在无数人震惊的眼神中 踏上了第九空间站台通道 他还要继续向上冲击 第排名第九的人 是武恒 这家伙 还要上冲 不可思议 一个半部神帝 竟然能杀入前十 上一届诸天神点也没有出过这种牛叉人物吧 木峰继续向上挑战的举动 无疑是让许多人都为之震惊 他还有潜力 实力上冲击排名吗 第九空间 木峰一出现 整个人就出现在了一汪大海上空 万里无云 一座海上高峰 一袭黑色长袍的武恒正等待挑战者 咦 是你 武恒惊讶的望向木峰 是这个家伙 这家伙怎么能来这里 难道 他打败了曹辉 怎么可能 不能用清天神宝的木峰 能击败曹辉 他和曹辉打过 虽然曹辉没有能打过他的防御 不过他也只是勉强险胜曹辉 全水神域木峰 请四教 木峰淡默说道 曹辉可真是够没用的 竟然能让你杀到这里来 武恒皱眉道 不过 你也仅次而已了 膨胀之前 能否用实力证实在说话 木峰冷漠道 呵 小子 我记得你是偷学过我们玄武欲天正的吧 也好 今日让你看看玄武欲天正真正的神威 我站在这里 你能伤我分毫算我输 武恒冷笑 整个人身去半妖化 身上凝聚现出一副黑色的玄武铠甲 一股股玄武血脉神力释放 铠甲外放出了一道玄武阵营笼罩着他 他虽然玄武血脉纯度只是七成左右 好歹也是个王八独子啊 他使用的玄武欲天正 可比木峰领悟使用的强 毕竟木峰没有玄武血脉 木峰眉头一皱 光从神文构成来看 对方的这玄武欲天正的确就比他领悟的强 大便剑是剑是妖神中的最强防御 木峰也不啰嗦 一步踏出 体内排山倒海一样的神力爆发 挥动鼓煞 一剑怒劈而下 蛮荒牙凝聚万寿咆哮 狂暴一剑轰灭空间 击打在了玄武欲天正上 通隆隆 全武欲天正一圈圈光纹释放 恐怖的一剑爆发力在这光纹中被瓦解 玄武之影宛如万古不动的神山 整片海域 一股股水系神力还不断涌来提供能量 哈哈哈哈 太轻了 再用点力 五横副手而立 激凤大笑 木峰脸色平静 随后大千雷神印如同暴雨一样落下 不断轰杀 全武欲天正为然不动 九霄崩隆咆哮 天伐神雷凝聚轰灭 玄武欲天正终于有溃散迹象 然而被源源不断的水系神力瞬间修复 在这方空间 五横还占据了地理优势 可借用大量天地水系神力 呵呵 我玄武族的玄武欲天正 岂是一个半步神帝能打破的 五横的血脉虽然比不上圣殿内族中的天才门 不过在外系之中 已经达到极致 七成玄武血脉 加入内殿圣池洗炼之后 有希望觉醒八成血脉 一位玄武族的主神但笑道 诸天万界 唯有至高神域内部弟子没有来参加 因为都不是一个级别的人物 至高神域体系 和寻常上等神域完全天差地别 宛如仙凡之别 九霄神域 曾经的修罗神域 都是落神域体系中的内域 凌驾寻常上等神域之上 是啊 这沐风神通诡异 威力其大 可战神第二转 不过五横的防御力 恐怕神第二转境界内能打破的也就那几个人了 其他主神也出言赞同 沐风大哥 加油啊 刘诗运等人疯狂呐喊 沐风能杀入前十 完全已经超乎了他们相信 焚尸连华燃烧不透 神魔剑煞也劈不开 这五横使用玄武欲天阵的确变态 五横不断出言激疯沐风 可是内心却是在震惊 在骂 这家伙几次差点打破防御了 攻击力怎么这么变态 沐风望着那阵守的玄武欲天阵 各种神通用变了 沐风 你打不破的 也不是我对手 退下吧 免得我亲手出手打败你 你还有台阶下 五横出言劝道 你怕了吗 沐风心虐道 怕 喝 我是为你好的 既然不听 你继续 五横冷横一声 等着家伙神力再消耗一些 就撤了防御神通给他雷霆一击 破不了吗 天下 没有破不了的防御 沐风深吸了一口气 体内所有雷霆神力全部汹涌而出 神魂之力 融入雷神力中 狂暴的雷霆神力凝聚成无数的神文浮光 涌向了上方天地虚空 顿时 整个空间站台的天象 全部变了 恐怖天威 现世 法 天 咒 第2860章 法天一级 通隆隆 整个空间站台内天地瞬间变色 一道道黑色神文冲涌上天空 不 整个天横宗上空 一股股黑色的恐怖能量撕裂苍穹冲涌向了空间站台之内 黑色的神雷翻滚 释放毁天灭地的凶威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股来自天道的压抑 这 这是 有主神感受这股惊人的能量 脸色都是一变 天法 一个雷道主神震惊出声 天法 天法怎么来了 那是 法天咒 万妖圣玉 必丰盛使战起身 不可思议地望向了目风 这小子 使用的是天福宫的法天咒 怎么可能 那可是天文啊 天福宫中的天文 他从何而来 难道 是他那里 这股天威 好恐怖 是什么 不说这些主神 此刻所有神修 神帝都震惊望向了苍穹 所有空间站台 都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压抑气息 那是天法 天法啊 谁召唤来的 汇聚向了第九号空间站台 难道是目风召唤来的 无数震撼的神念席卷向了第九站台 任谁都可以感受得到这恐怖威压 那是天威 天物 苏明 洛长空 洛远山 还有葛苍等人震惊的神念 也是汇聚向了第九空间站台 天 天法 曹辉眼眸中更是金句 身为雷修的他 很清楚地知道天法是什么 那可是极限雷道啊 只有雷道主神才能召唤出的东西 不好 武衡 快攻击 打断他 武衡家族的长辈传音幕吼道 武衡震惊地望着目风上空翻滚的黑色神雷 凝聚成了一片恐怖的雷云 他此刻 内心之中也感受到了一种恐惧之感 那是什么 天法 怎么可能 木风 怎么可能召唤得来天法 武衡 童孔紧缩 不敢置信 武衡 是天法 打断他 他在召唤天法 长辈的怒吼声响起 武衡文言连忙调动自己体内的神力 准备出手了 全海翻天印 武衡凝聚一道黑色神印 带着金氏神威轰杀向了目风 晚了 目风冷笑 随后抱吼 极限雷道 法天咒 这一瞬间 他所有雷神之力凝聚天文 召唤来的天法翻滚 话为了一道黑色闪电从天而降 宛如怒龙降世 毁灭众生 天法锁过空间 片片碎 甚至空间站台都快爆炸了 释放出了金氏天威 轰隆隆 黑色闪电暴击在了玄海翻天神印上 只听一声报名 这黑色翻天神印直接爆炸破碎溃散 恐怖天威席卷而来 这道天法 比目风体内的天法雷厉强悍十倍不止 全武欲天阵 武恒嘶吼 全力凝聚玄武欲天阵 太可怕了 他的攻击神通竟然一瞬间被摧毁 砰 天地爆炸 这道黑色闪电狂暴轰杀在玄武之影上 轰轰隆隆的爆裂声中 玄武之影光芒溃散 一席 两席后 砰的一声溃散了 这道可怕闪电 撕裂玄武武天阵 玄武欲天阵不过坚持了两席 啊啊啊 武恒惨叫 黑色天阀轰杀在他身躯瞬间摧毁神力涌入体内 他整个人直接被轰飞 体内的五脏化为积粉 天阀甚至冲向神魂 甚至要毁灭神魂 震 然而这时一道身影几乎是瞬间出现在了武恒身前 一股恐怖的主神之力镇压入了武恒体内 天恒剑主 啊 武恒惨叫 体内天阀被一瞬间镇压 凝聚成了一颗黑色雷珠 被这主神剑气活生生炼化 而武恒 整个人已经皮肉焦黑 外焦礼熟变成了一只烤乌龟冒着热气 直接昏死过去 来人 孜然粉 辣椒粉香油刺厚 暮风脸色苍白 神魂传来一阵虚弱感 挖得一口鲜血吐出 伐天咒 的神威太强 轮回修行五千年 他也不过才能掌握释放一成威力 他的神魂力还驾驭不了天文真正的威力 寂静 所有人一片寂静 震撼望着被电熟的武恒 若是没有天恒剑主 他恐怕的彻底陨落了 天恒剑主 毛子也深深地望了眼暮风 这个少年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持空神力 星天神宝 刚才释放的神文 分明就是天文 他背后的那位主神 到底什么来历 能叫出如此高途 慕风 圣 天恒剑主亲自宣布 消失在了空间站台了 慕风影了 不可思议 他压得可以召唤来天法 怎么办到的 太恐怖了 记住这一招 和他战斗 绝对不能给他召唤天法的机会 慕风 慕风 好样的 泉水神域的弟子们狂吼 兴奋的脸色长红 他们选水神域 有人问鼎入前十了 伐天咒 这小家伙 秘密看来很多啊 他和天福宫有什么关系 少年僧人眸子一眉 望向了帝风 罚天咒可是万妖圣玉 天福宫中的可怕天文神咒 帝风依其眼眸 从慕风得到清天神宝的那一刻起 他就已经怀疑起了慕风的来历 当年七玄天师混沌的宝清天宝侠 天福宫大公主要清天神宝 然而这家伙竟然带着宝物逃了 后来七玄被各方势力追杀 不知去处 这小子又有清天神宝又会伐天咒 恐怕不是七玄的弟子 就是得到那家伙的传承了 清天神宝既然被他恋化 七玄可不舍得给别人 那应该是七玄陨落 这家伙的七玄传承了 此人不能被其他至高欲挖去 帝风眼眸中光芒闪动 七玄天师可以关系到了许多东西 帝风 这木风 你们万妖圣玉 天福宫的人 葛亭雪深邃的轮回眸望向了帝风 呵呵 轮回圣女说笑了 我们至高欲怎么可能派弟子来参加万界试炼呢 帝风笑道 刚刚那冲天而起的神文 明显是天福宫中的伐天咒吧 少年僧人把玩着手中的念珠 的确相似法天咒 不过具体是不是还有戴查明 帝风道 法天咒是关重大 毕竟不是普通神文 关系歇万妖圣玉 这小家伙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